今天我们关于第三次算法办的内容 讲数组 数组这部分 咱先把上次遗留的两个小事 跟大家再唠叨一下 看看有什么问题 咱先看一下 好了 这样我们先看第一个 就是这个 KMP里面刚才有朋友问到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说在KMP里面有一个观点没你注意 说什么呢 咱为什么咱的这个PATIN这个串 它是模式串 它是可以回溯 而这个文本串 它就不动呢 是吧 有这么个问题 好了我这边声音确实是最大了 这个好像我刚才试的是改不了了 这个大家稍微的声音放大一点 这个 是这样啊 咱先说一点 KMP 咱们的模式串 又移 J也用右移 如果说这个J 这位不相等的话 那么说这个 虽然I这里面不动 这个J 右移的速度更快 右移到这个位置 你看本来这个串头在这儿嘛 现在蹭移到这儿了 对吧 它移动的这个大小是 J减去Next J 那么大哈 这个值一定是大于等于1的 换句话讲 其实咱那个如果是相等的话 他们哥俩都往后移位 他们俩要是不相等的话 其实模式串的那个J 那个锁引 向后移动的更多 这么回事哈 它不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回溯的一个东西哈 咱是什么呢 咱只是在做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咱受到这个暴力求解的一个影响 咱老觉得 这个让J等于Next J 这个J变小了感觉 对吧 就好像是回溯了 它其实是继续向右移动哈 移动的更多 并且这里面 这么个过程哈 好了 这样呢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哈 第二个问题呢 可能更有意思一点 并且呢上次我跟大家 这是留了一个算是一个思考题哈 就说咱在那个最大魂子串Manager算法里面 这个数组S 我把它叫做Manager数组哈 这个东西 我说 这个PI 如果是偶数的话 考察一下这个情况 一定是如果如果有个情况 是基础的话 我说不用考这种情况 我们来说是怎么回事哈 我们为了这个大家的这个思维能跟上 咱把这个事情重新的这个 理一下这个过程哈 就是说我为了去求某一个字符串 给定我一个字符串 想求这个字符串的最大回溯子串 我怎么做呢 我先去判定预先的知道 假定这个字符串里面 某一个字符是一定不可能出现的 比如说是警号 那么说 我就把这个原始字符串 写作警一 警二 警三 警二 警一 警二 警三 警二 警一 这么一个情况 并且为了后面我那个 在做凤云环的时候 这个不会这个发生溢出 代码写得漂亮 我最开始再加一个另外一个 不可能出现的一个字符 比如说是刀了 所以说原始的一个字符串 就把它搞成了一个Dollar 加上警 加上这么一坨东西 这是一个原始变换 就是说长度为N的一个字符串 或者它变成一个长度为 2N加2这么个长度 然后呢 第二个 就是我现在用这个P 这个跟S 就是修正之后这个S 它的长度一样的一个 整数的数组 来记录一个值 记录什么 记录了 比方说咱以这个1这块为例 1这块为例 它指着什么呢 以1开始 以当前值开始数 1 2 3 4 它最多能往右移4位 这是井2 井1 从1开始往右移 是1 2 3 4 到这儿 这仍然是这个 井2 井1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从鼠标锁在了这个井 到鼠标锁在了这个井 这两个之间 它们其实是一个 以1为中心的 最大回纹子串 对吧 并且 单边长度是4 对吧 所以说我把这个4 就写在这个位置了 并且呢 咱如果说单边长度为4的时候 那么说 这个 呃 这么多个有效的字符 因为井是无效字符 对吧 有两个 往右边数呢 也是1 2 有两个 那这样的话 而这个1本身数两遍 所以说 pi 减1 就是原始的 以这个值 以1为中心的 最大纹子串 原始的时候是 212 是以1为中心的 最长的纹子串 我们把脑海中 忽略到井号的话 212最长 到这是3 到这是2 到这是3了 对吧 不想等了 所以说 呃 原始的意思是这样子啊 并且我说 这个东西 我可以完全不考虑 奇数情况 我只说偶数 满足这个就够了 至于奇数 你你你你你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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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是啥是啥啊 事实上的这个里面 咱们不用考虑 为啥嘞 因为是这样 因为这里面啊 大家考察一下 这个数组好了啊 这个数组里面 有可能出现 奇数的是什么呢 只有可能是井号位置 才有可能会出现 奇数 如果不是井号位置 一定是偶数的 为什么呢 比方说咱还是以一为例 一 从他开始往左往右 这遇到井号 他们必然相等 如果说又遇到某一个原始数组 他们相等了 那么说 再向右一位 又会遇到井号 仍然会相等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值必然是一个偶数 至于说井号位置的这个 这个奇数 咱不管了 因为咱不考虑 井号位置那个数是多少 咱其实是 无所谓的 对吧 不是我们要要的信息吗 所以说 我说 咱只需要考虑偶数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可能是在 大家查资料 是不是没有查到 因为这是我跟大家 补充聊的一个小东西 所以就 就有这么个情况 这就偶数事迹 咱不管了 对吧 这个意思 好了 这两个 疑论问题 大家看看 这个 有没有问题 对 好 那这样的话 没有问题 我们就继续 今天开始我们 数组 这一部分的内容 这部分内容 其实 我先说一点 就是咱只 仅仅是说 它的存储的方式是数组 咱不是去考察 语言及数组的问题 你没有说 咱就跟经常会问的 比如说 印它一个A等于A20数组 印它一个星A等于P 那么赛到P等多少 对吧 就这种题目 咱不去做这个 这个虽然也算数组 只真的一些事 对吧 但是 咱不考虑这玩意 对吧 如果是当前系统的话 应该是死 对吧 这个咱就不管了 然后 是的 是4 咱就不管 这个事是语言级的 咱就假定 咱把这个事先 跑出掉了 然后呢 我们做的只是 存储的方式是数组 我们研究的是算法本身 对吧 是 它的力度更高一层 那个东西 然后 事实上 关于数组的题目 会非常难 甚至于是NP的 我们后面就会遇到 一个NP的一个实例 然后呢 并且在实践中 真的出现了过 一些压轴的大体 在那个 这个 非常大的公司 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然后出现过一些 很大的题目 然后 比如说完美喜爱算法 他今天真的会考过 这是面试的时候 然后呢 并且呢 咱这里面会跟大家 聊到这个事情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咱在这里面 今天在聊这个算法 就是说 咱除了学会 这些具体的算法以外 咱还 尽量的去探讨一下 它这个算法是怎么个 它的思维过程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说 它是怎么做的 对吧 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并且 一定要大家注意 在实践中 做一个算法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题目没见过 那么说 我们要考虑 从特殊到一般 这么一种思考思路 这样做 往往是 那个 往往是 思考的 那个难度 是最小的 我都说一句 为什么咱是 从特殊到一般 所谓特殊 就是 它在这种事物上 施加了好多好多条件 是特殊的 施加比较少的条件 是一般的 对吧 施加的条件越多 越有利于我们的思考 它的解空间越小 对吧 所以说 特殊问题是好解决的 到了一般问题 略微的难一点 所以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往往是 先这个特殊情况 是怎么怎么回事 推几个具体情况 然后再在这 通过这个 这个这个归纳的方式 把一般的词维解决出来 对吧 这么个事情 好了 这一块呢 我看到大家在 有人问NP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再说一下 就是说 咱比如说 咱已经谈过很多算法了 你比如说 这个LCS 咱几乎谈的 靠前的几个算法 比方说 那个最大公共子序列 对吧 我们知道 这个算法 它的时间复杂度 就是我们其实 是可以把它搞到N方的 对吧 换句话讲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N的一个多项式级的一个一个一个式子 对吧 就是N的平方嘛 对吧 这是一个多项式级的 但是呢 有些算法 你怎么样做也做不到多项式级别 比如说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邮差问题 对吧 我一个图 我去便利一遍 最后回来 对吧 这种问题 我是很难把它找到一个N一个一个多项式级的 对吧 这种问题我们叫NP的 就是没有多项式级别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这样 所以说NP的问题呢 第一呢 是计算机做起来 它会比较的慢 第二呢 既然计算机做起来也慢 那么说人在思考的时候也会慢 所以说NP的问题就稍微的难那么一些 是这么个事情 将来它的解空间很大 解空间大 我们就不好去做 这样子 当然呢 咱这里面呢 我多加了一些片子 并且我发现大家可能有些问题呢 还想多跟他聊一聊 如果说咱时间不够的话 咱就把这完美洗盘算法开一个头 后面部分呢 咱可能看会不会需要下次再跟大家详述 这个咱看时间情况 然后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实例 在实例过程之中 咱引出一些东西 好了 看第一个 对了 就是这部分没什么问题 对吧 这是一个开启 然后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给定一个数组 这个机就大A 从0到N-1的 然后呢 我们给定一个数字 SUM 然后呢 我要求你在这个数组中 找出两个数来 AI和AJ 使得AI和AJ的加合 是等于SUM的 这么一个简单问题 就是说 我去寻找合为定值的两个数 好了 大家先看这个问题 有什么 这个想法 有什么思路 大家给个反馈 好 一共三位朋友 说了三个事情 排序 哈西 和 PESAM 那这样 我们这些事情 正好是我们后面 要谈的一些 几个话题 我们来分别来看一下 还有朋友谈到了暴力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暴力球解 就是说 我们在数组里面 要想求这个事 这个事本身不难 对吧 因为我们在数组里面 任意去取两个数 XY 然后呢 我们去判定他们的核 这个是否为输入的数字 SUM 那就可以了嘛 对吧 X从0到N-1变化 Y从0到N-1变化 然后他们加核 那么说 两个方形环结束问题 对吧 它是N方级的 并且 它的空降辅导是OE的 对吧 这是我们这个 用暴力球解能做的事情 对吧 当然呢 这种时间复杂度 略微的 有点高 对吧 N方级 这样的话呢 我们稍微的 做一点好一点的办法 就是刚才有朋友谈到的 这个两头扫的问题 就是 假定这个数据可能是无序的 无序的时候呢 我们先排序 排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快速排序 或者是对排序 我们以 下次我们会 有一次课 我们会专门跟大家聊这个排序问题 就是假的大家已经会了 任何一个排序方式 对吧 我们把它排序好了 一般来讲是N乘到N的 然后呢 我们使用两个指针 或者叫两个索引 然后I和J 分别指向数组的首尾两端 I是0 J是N-1 一个头一个尾 然后呢 分别让I加加 这点点往两头扫 逐渐去判断 AI加AJ是否等于SUM 怎么做呢 如果说他们两个 加和大于SUM的话 那么说I就不变 因为是大嘛 我让这个大的 这个AI这个指向往前走 如果是小于SUM的话 这个因为是小嘛 所以说这个J不变 我让这个I往右走 I加加 如果它等于SUM 并且我这个题目 只要求我输出一个结果的时候 我就成就退出了 如果是要求输我所有结果的话 我就继续 然后让这个I加加这点点 继续搜别的指 对吧 就这么过程 显然 我们排序用了N乘LogN的时间 而后面这个过程是个线性的 对吧 因为我每走一步 都可以让I或者是J 至少有一个减少 对吧 所以说 一个是N乘LogN的 后面这个是N的 所以总的时间复杂度 是N乘LogN的 对吧 这是这么一个问题本身 它如果是排序的 那么说就是一个线性的 如果非排序的 它就是一个N乘LogN的 这么个时间复杂度 这个呢 就是toSUM问题的代码本身 这个已经不用再解释了吧 它BG和N的分为指向头和尾 然后 只要是BG小于N的 我就去计算当前值 当前值 当前值等于SUM的话 直接输出 如果是要求所有结果的话 我就BG加加N的减减 如果不是的话 直接BREAK掉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如果不相等的话 看上去小 我就比更加 看上去大 我就N的加 N的减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把这个 toSUM问题解决了 因为这个里面 我们假定的是排序的 如果没有排序的话 我们就先把它排序 排序的话 其实是N乘LogN的时间 对吧 这是这个问题本身 好了 这样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 对这小部分 看看有什么 大家有什么疑问 是的 一般那个快速排序 和这个堆排序 我们都认为是N乘LogN的 当然了 这个快速排序的话 它的最差时间复杂度 其实是N方 对吧 最差情况 然后这个呢 我们会在以后 跟大家详细聊这个事 今天也会聊一部分 第二个就是 你看有朋友问他 说排序完了以后 下不了乱了 因为我们这里面 要求的是让你找出两个数 是他们的加和 如果如何 对吧 我没要你输出原始数组 里面的所有值 对吧 这样所以是无所谓的 当然如果要求所有语词的话 你在排序的 如果要排序了 那么说你得记住 原始的数值是多少 对吧 做个结构体 然后做排序 当然那是原级的问题 是这个问题 至于说这个 至于说这个 重复的数字问题 这个无所谓 因为你如果这里面 我给你的是 1223 让你找等于5的 那你输出23就好了 对吧 这个无所谓 对吧 这个看策略了 好了 这里呢 我们现在呢 稍微的说一个 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能不能用哈希表的方式 做这个事呢 因为为了 我为了跟大家用哈希表的方式 所以我加了几个片子 跟大家先说一说 简单的哈希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它怎么回事 怎么用哈 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我们事先去开辟一个足够大的一个空间 H 这个数线 这个是H 就是现在我要存储这个数组 这个数组是一个数字 对吧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我要开辟一个足够大的一个空间 这个 这个 这个这是蓝色部分 蓝色的这个空间H 然后呢 我以数字的元素值 比如说X 比方说等于8 等于64 等于76 以X等于这个值 为字变量 然后呢 我通过选取某一个合适的函数F 让这个X值 经过这个函数F 映射到一个整数值 index 然后呢 就把这个值本身 存储到这个index这个位置上 比如说 把10 存储到 经过F10 一算 可能等于某个值 就把这个10 如果等于4 等于0 1 2 3 等于3 那么就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 把15 映射到可能等于1 就放在这个位置 F8 可能等于 0 1 2 3 4 5 等于5 那么就等于放在这个位置 这么个情况啊 然后 这样的时候 如果我在下一次去查找这个某一个值 那个比如说72 它是否存在的时候 比如说 我让你算70 在不在这数字里面呢 我就把这个70 比如说 去 通过这个函数 计算 总能得到一个index 然后我就看到index的那个地方 它是不是等于71 等于70 等于的话 就在这里面 不等于 那么这个值是不存在的 对吧 这样子 我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做了 很显然 它是通过我一个足够大的一个存储空间 保证了一个OE的时间 能够找到这个缘故 对吧 因为我如果把这个函数的计算 我们认为是常数级的 那么说 这个时间复杂度 我们可以认为就是OE的 对吧 常常数级的 任意找一个值72 在不在里面 我计算一下72 等于几页 OK 等于 等于可能等于18 OK 在这个位置 就算出来了 对吧 我已经找到了 然后呢 这个只是一个 就是跟大家 我们等会儿呢 就是下面几个片子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希 详细内容呢 咱在哈希数这个章节里面 再次会跟大家聊这个事 先看这一小点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看哈 是的 文会朋友说空间换时间 没错哈 以空间换时间哈 其实 就是这个抗战的时候 蒋王元长干的事情哈 以空间换取时间 对吧 迎击我的人民战争哈 哈希的空间不到的好问题 就是说这里面哈 会发现 咱的原始数组长度 如果是大N的时候 我如果是这个哈希表的空间 也是大N的话 往往有些空的位置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往往某两个值 会映射到同样一个地方去 对吧 所以说这里面会有一些空的地方 还有一些哈希会冲突的地方 这样子呢 我们下面把这些事情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先说一下 哈希是什么意思呢 哈希杂凑 就是凑一凑 弄一弄 然后把它给 做个事情 这个事 打凑的意思 我们 这里我把 刚才那个图 把它原本搬到这边来 比方说这个十 经过某一个哈希函数 它可能把它映射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 十五 经过某一个 哈希函数 我事先给定一个哈希函数 然后可能放到十五 八呢 可能放到某一个位置 然后六十四分为某位置 七十六 七十二 八十四 各自放到某一个位置上去 这其实就完成了一个 从数组到哈希数组的一个转换 对吧 这个其实是哈希数组的建立过程 对吧 我去建这个数组 怎么建 是吧 我其实是这么建法的 对吧 当然我查的时候 我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方法 你查就好了 你查8在 我查8 怎么查呢 我就把8带到那个哈希函数里面去 求出一个index 然后我再查这个index 是不是8 OK是8 那么说这个8就在里面 就这意思 所以说 这个哈希数组的建立时间 是线性的 对吧 然后它的这个 就是查找时间 是O1级的 对吧 时间复杂度 但是呢 空间复杂度 我们一般的认为是On的 就是和这个原始数组的这个大小 大体相当 比如说我开一个2n的一个数组 对吧 一个一个哈希空间 或者我开一个有相关的一个东西 当然我们在实践中 可能会开一个动态变化的 对吧 这个呢 我们会给出一个下次吧 可能是下次应该是 在那个咱们打纲里面 给出一个完整的 在实践中使用的哈希结构 它怎么样去存储自点 对吧 好了 有朋友已经着急的去问两个事情 第一 我怎么样处理哈希冲突 第二 我如何选择哈希函数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 就是这个哈希函数 怎么回事 就是其实上这个哈希函数 在哈希结构的设计里面 还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我认为 这句话是我自己写的 我认为应该是属于核心地位的 其次的那个问题就是 哈希取得长 然后哈希如果避免冲突 但是哈希本身是居于核心的 我觉得 然后一个好的哈希函数 能够将数据 我去映射一个很杂乱的位置上 你不管给我什么东西 我弄的 弄的那个结果 那个Sindex 跟原始X 就是几乎就没什么关系 OK 这样是最好的 对吧 咱这里面介绍三个哈希函数 就是有简单的有复杂的 DBG2的方式 SD.M的 还有一个摩尔玛哈希 这个东西 跟大家简单聊一聊这个事情 第一个呢 这个GDB2这个东西呢 它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里面 我们取的这个值K是等于33 它是最早由这个人 在什么地方提出的 并且呢 这个上面还有好多好多不同版本 然后我们可以用异货的方式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说加核的方式 并且这个33 我们把它叫做Magic MagicNumber 就是我们很魔幻的一个数字 对吧 然后呢 为什么它好 这个说不清 这样哈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实现 怎么回事哈 实现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们这里呢 可能我们在实践中存的东西哈 可能不是一些 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里面 这一些原始的 要存的是一些数 把它映射到一个空间里面去 对吧 我们实践中可能 比方说我们想设计一个数据库 这样的话 我们要存储的可能是一些字符串 对吧 把某一个字符串 映射到某一个值上去 因此它的字变量是字符串 这的那个函数值 是一个整数值 没错吧 我是这个意思哈 然后呢 我们这个说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做 就是我们输入的东西 是一个字符串 我们输出的是一个整数值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给定个字符串的时候 我随机的先给定一个哈希值 等于多少 然后怎么做呢 我如果给定一个字符串 只要这个字符串取出这个当前值来 用这个当前值去 就是这个哈希值当前值 乘以33 这个值乘以33对吧 左以5 再加上它本身吧 就乘以33 然后呢 加上这个C 这个随意的这个 当前这个索引值 当前的这个字符这个值 因为这个C 虽然是一个 无符号整数 无符号的这个字符 但是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数来用 是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 求入一个哈希值来了 进入一个大错过程 最终 我们会得到一个哈希值出去 对吧 一个字符串 应是到一个32倍长度的一个值 这么一个事情 好了 咱这一块的东西 大家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一个理解的一个 稍微提了一点 后面的几个 跟它 没有任何的思考难度 就这一小块 稍微慢一点 有朋友开始在谈 有朋友在谈到了这个 怎么样处理这个哈希冲突 我们等会谈到这个事情 构建哈希表 应该是需要时间复杂度的吧 是的 有没有朋友说这个 呃 构造哈希表 我们认为是 ON的时间 我们如果这里面 我们都把这个 哈希函数本身 认为是OE的时间 哈 构造哈希表 就是ON的 然后查找一个哈希 一个值是否 在哈希表里查找某一个值 是否存在 是OE的 这么情况 随风朋友谈到说 哈希我会尽量地把这32位都站住 就说我会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 无符号整数 假定是我们认为 假定哈 是32位哈 当然 以后我们会 可能会变化 对吧 64位的 然后我们假定是32位的 然后呢 这里面 我们让这个1010 尽量地 这个比较 就怎么说呢 越随意越好 越打凑越好 对吧 这样子 就是你看这里面 随便去弄东西 好的 左移五位 再加上哈希本身 左移五位不就二的五次方吗 再加它本身 那不就是二的五次方 加一33吗 所以这么写 就本质就等于乘以33加C 没任何东西 这只是一个 语言级的一个写法 颜亚非同谈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他说 这么算下来 哈希值会不会很大 那么开的数组 也会不会就很大呢 OK 这个事情可以这么来考虑 如果这里面 事实上我们求的 这个哈希值 我们假定我们开的数组 长得为M的时候 我们返回的这个值 不管它是几 最终我们对M求余数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到 从0的M点1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保证 算的那个值 一定是落在我们的 这个现行空间里面的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哈 第二个事情呢 一样的朋友没有问到 我说一句哈 就是说 这里面呢 大家没有考虑到 如果这个数组很长 它不就溢出了吗 我不停的去乘以33 不停的去做事情 不就溢出了吗 对吧 事实上如果溢出的话 我就把高位扔了 不要了 对吧 有低位就够了 对吧 所以我们也不用考虑溢出问题 所以这里就 这些事情都不用管 因为我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杂乱 越乱越好 这个事情 木木谈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说这个哈希就是商最大化 这里面是这样 因为这个商 可能是大家 这个上个咱们的 那个基地学习班 是吧 这个商我们知道是这个 这种信息不确定性的一个度量 对吧 越不确定 它的商就越大 对吧 这个意思 所以它这里面越洒乱 它的商就越大 我们可以这么来去理解这个事情 关亚勇说了一个说 哈希既写成函数名又是一个值 好乱 这里面是这样 就是说 往往我们会用这个东西的名来代替它本身 这是一个习惯问题 因为说哈希它本身是一种 我们个人说数据结构 对吧 我们通过这个东西 但是呢 因为这种 是个数据结构呢 需要某一个函数去映射它 这个函数呢 把它就叫做哈希函数 OK 那我们写函数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就把这个函数名叫哈希 这么个过程 是的 就是说咱在实践里面呢 可能那个 不管Java也好 还是那个CJ加里面 ICR也好 都会提供给我们那个基础的哈希的东西的 芒果问到这个哈希的出值为什么是5381 这个东西就跟刚才我们33是一样的 magic number OK 就是一个我们认为比较随意的一个数字 比较一个魔幻的数字 代码没懂是吗 代码的话 你看这里面 这个字符串总是以零结尾 我这里面让这个 strand的当前负值给C 对吧 负值给C 如果负值给C 判断C如果是不等于零 进到Y要里面去 等于零 不退出了吗 这个是一个等号 是负值 不是这个两个等号 因为我C根本没负值呢 对吧 你看这里面 我不管这个东西是多少 我都把它负值成为一个整数 这样我利于我的计算 是吧 当然了 这是我们的日飞 所以说坐里面 坐起来就可以有这么一个小小东西 小这个 查找有朋友问到 查找的话 刚才说了 就是咱再说一下好了 你比较说 咱假定做好这个数据结构了 然后呢 我们也有了某一个哈希函数了 在这里面 对吧 假定我要哈希函数值 如果给中一个字笔量 我就可以输出一个索引值 OK 假定我要查找这个里面 我说64在不在啊 OK 我就把64 带到那个哈希函数里面去 把64 64我不知道在哪 反正我64 带到这个哈希函数里面去 它会求出一个值来 对吧 求这个值 然后呢 我再看一下这个值 会求到某个值来 对吧 我就看这个哈希函数里面 哈希表里面 这个值所在的位置 存的是不是64 它可能存64 它可能存个空 对吧 存的如果是64 OK 那这个64就在里面 如果存的是别的东西 它就不在里面 对吧 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 当然我们这里 先没有暂时考虑 没有考虑这个哈希冲突的问题 我们等会儿 看哈希冲突 事实上这个初始化 这个值5381 它科学家肯定是经过了 这个计算的 只是我们这里面 不再去谈 反正它到底怎么样去 就说你说这个33怎么出来 并且大家注意没有 这个33 一般来讲 我们会取一个素数 这个33 magic number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核数 33可以写成3乘以11 其实一般的说 我们这里面 都是取一个素数的 一般不会取一个核数的 因为你 素数乘以一个数 它才有可能更为散烈 你弄一个核数的话 你说 这就像那乘了3 这乘以11 对吧 但是实践中会发现 它还行 我们就不再去找更好的值 是这样的 当然了 在实践里面 我们除了这种乘以33 我们可以乘别的数 比如说 我们这里乘以一个 65599 这就是一个素数了 我们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值 把这个33乘以33 变成乘以65599 那么说 这个函数就变成这样了 对吧 当这里面我们初值给的是0 就随便给个值就好了 给个0 假定数 这样的话 是65599 它相当于是左移16位 再左移6位 对吧 这没什么东西 再简直于它值本身 这是咱们不考虑 这个语言级的东西了 总之 这么算的话 这个东西就不再是DJB2的这种哈希函数 而是那个SDBM 而这个东西 它在实践中是 是有用的 这个东西 这个算法 它是由这个SDBM这个数据库所使用的 它在实践中用的还是不错的 并且它非常合适的是 它有一个 对于那个 这种好的这种分 对于那个哈希函数本身 它是有一个好的分布的 好的分布的意思是 它能够达错的非常均匀 对吧 这个值还是不错的 所以它还是 可以这么用 可以 就是字不串 把它变成一个值 我们可以这么来去做 好了 这个呢 我们就不再说这个具体的事了 事实上呢 我们下次会谈到 摸摸哈希这个东西 它也是一种哈希的方式 刚才这种东西 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 把代码看得很清楚 对吧 这个东西 它的代码就很长了 我们一个值 我们把它变成 我们会给一个种子 随机的一个数 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给了一个 五三八一 这里面我们给了一个零 事实上我们会给一个 我们在 我们在实践中 给一个随机数 我们往往会给 假定我们取一个 当天时间 作为一个随机数的种子 对吧 然后我们去得了 一个随机数 都是一个东西 都是一个意思 对吧 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的 打错方式 最后 啪 反回一个值 这是一个默默第三版本的 返回32位的一个值的 一个代码的 那个围代码形式 公开的 默默哈希的那个 它那个算法是完全公开的 是的 6599这个数数就好大了 好了 总之各种各样的哈希函数 在时间中你都可以用 愿意用什么用什么 看你习惯了 对吧 你可以用简单的 也可以用复杂的 对吧 你比方说我输入X 我返回就是X 那也是这种哈希 对吧 最朴素 最 最 从A到A的一种 一种哈希 对吧 事实上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我们还是取 就是哈尔滨伏会院的 那个例子 就是说 ABCDE 第一行是这样 第二行是DAECB 第三行是CDBEA OK 找规律 第四行是什么 就这么个事情 OK 我们这里面其实会发现 A跑到第二个 B跑到第四个 C跑到第三个 B跑到首位 E跑到中间 就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DAECB的映射过程 跟它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映射过程 到它是一样的 那这个映射过程 也跟它一样咯 那么说 这个最终结果 应该是ECABD 对吧 就这个过程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哈希 对吧 它不就是一种 某一个值 映射到某一个 别的值的过程 而这个映射的值 本身 它就是一个 Switch catch Switch case Switch等于几 我返回几的问题 对吧 这也是我哈希 对吧 非常砸乱那种哈希 是这样的过程 好了 因为这种东西 不可能是哈佛达学的 对吧 只是朋友圈里的一个 大家应该是去年吧 比较流行的 几个小题目 第二个事情 就是我们要处理 哈希冲突 就是说 事实上 我们很有可能 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这种 件 这种元素 它会被分配到一个 哈希表书组的 一个同样一个 所以上面去 我们把这种现象 叫做件 发生了冲突 如果有了冲突 我们就需要去处理冲突 对吧 处理冲突呢 我们可以 比如说 假定说 我们可以用两次 哈希的方式 我们给两 哈希函数 你这里不是 这里面 假定这里面 你做哈希 使得76 假定说76 和84 都应上某一位的话 那么说 第二次的这个84 你在用哈希一做的时候 它相当 哈希二再试一次 对吧 也许就不相等了 假定某 两个哈希函数 我们如果是这样的 我们用三个哈希函数 再哈希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你们就是 假定一次冲突的可能概率是1% 那么说 三次冲突的概率 就把它降成了百万分之一 对吧 它的概率就很大的降低了 如果还是冲突 我们就把它往后放到后面去 对吧 另外 对了 史克朗 朋友谈到说 两个哈希函数 应该是不同的吧 那当然是不同的 是吧 如果相同的话就没意义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 比方说还是相同 还是相同的话 我们就把它放到后面 有一个空温的位置 离来最近的空温位置 对吧 这都是方式 这些方式呢 是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在实践中用的最多的哈希 那个冲突的解决方案 是我们拉一个链 拉个链表 就怎么做呢 你比方说 64可能映上某个位置 10映上某个位置 15映上某个位置 8映上某个位置 64又在某个位置 76假定又在某个位置的话 那么我说我把76 放在10 因为10假定是一样了 我们要把它放在那个它后面 72如果还用到它的话 我们再放到后面 84我们用这个时候 发现如果它跟15一样的话 在15后面加一个链表 然后把它84放到后面 因此我们 这种拉链的方式 得到这个哈希冲突 前面这是一个数字 我会存一些值 原始中的都是空 对吧 然后如果当时有个值的话 我把这个值扭出来 然后把它给加上去 然后如果它有冲突值 再进来的话 我就扭个新节点 把它指向它 因此 竖着看 这是一个数组 我横着看 其实是若干个链表 对吧 链表的最后结尾 空会结束 对吧 我们今天的不谈实践 你去 有什么东西 以后会说 但是咱先知道 一般的来讲 用这种拉链的方式 解决的常用 因为我不用考虑 二次哈希 先行搜索 那种那种过程 是某个事情 我看看这块 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但是 姚智薇朋友说 查找的时候 这个查找的时候 就得这样了 你比方说 假定我查找 这个76 OK 我就用哈希函数 把76能算出值来 算出值之后 等于这个位置 我看这个位置 是个链表 OK 我就查一下 这个10 不等于76 我在往后找76 76找到了 那76在里面 对吧 假定我要查80 80映射 可能等于某一个空的位置 对吧 那么说 它就是找不着 或者映射一个80 会找到等于15 这个位置 15等于80吗 不等于 84等于80吗 不等于 然后84空了 那么80就不在 这个哈希表里面 对吧 所以说 我们用拉链的方式的话 会稍微的 把这个查找的时间复杂度 就不再是刚才 简单的O1了 对吧 会万一有冲突的话 有一个链表的搜索 这个链表搜索呢 如果你用链表的话 那就是一个 这个链本身的一个线性的 对吧 但这种方式呢 你可以将你的这个空 这个这个数组本身 不用开那么长 对吧 事实上 我们知道 如果说我们的数组 开的 再大一些 我们的哈希函数 给的呢 再均匀 再均匀一些的话 也许 我们就可以避免 这种哈希冲突 事实上 我们是不希望哈希冲突的 哈希冲突会带来 我们的这些好多值 这个搜索的时候 会变慢 对吧 尽量的不要产生哈希冲突 尽量的把它能够放到这个里面去 这是最好的 实在不行 拿个料 对吧 这样有意思 好了 这会儿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我们那个 关于哈希的这个 小的结构 数据结构的东西 我们现在先谈到这儿啊 等会儿我们就再谈算法本身了 看这块儿有没有问题 有朋友又问到 查找 这个 姚志威 伊辉和纽曼朋友 这个查找 理解了吗 清楚了吗 是的 这个是克朗朗 朋友说这个 呃 拉链的空间和时间复杂度哈 我们这里面仍然把它的空间复杂度 认为是 ON的 然后时间复杂度呢 我们这里面 有些时候 不再去过多的去探索 它的时候 我们 呃 如果是简单情况 可以认为 是OE的 但是不确定 有些情况 如果是他老冲得很厉害的 我们的话 会认为是OM呀 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要去考虑这个事情 哎 颜亚飞朋友说了个很好 很有好好的一个问题哈 我们用84去找84 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 事实上是这样 咱其实不是用84去找84 我可能是用一个ID号 去找一个结构体 对吧 我可能是用户输了一个我的学号 比如说哈 去找这个学生 他的名字 以及他的一些考试成绩 对吧 所以说 咱这个教科书上 都会给大家一些值 大家要注意在实践中 可不是存值 而是存的一个结构 对吧 所以说 呃 这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会有疑问 我都知道84的 我找了干嘛 是吧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哈 一辉朋友说 如果开飞的数组 那么就那么大 那么说 多次哈希冲突有用吗 如果说 哈希数组本身比较短的话 你比如说 极限情况 我的营物要存组N个数 我只开飞了二分之N的一个空间 必然有哈希冲突 你再怎么着也没用 对吧 是这样哈 所以说 呃 多次哈希呢 只是说 能够一定意义下解决这个问题哈 是的 哈希减算上是个地址哈 并且这个哈希在实践中用的是非常多的哈 你比如说 咱要真要是找一个UR的话 咱是存到哈希表里面 一般不会存 不用KMP去做 对 好了 我相信咱的哈希应该是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 呃 咱大概 用了可能将近30分钟左右 可能20个分钟 来去跟大家聊这个哈希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呢 呃 用这个哈希呢 解决一下我们刚才的那个 给定一个数组 求一下这个数组里面 某两个值等于定值的那个问题 我们看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怎么做呢 原始的时候给了一个A这个数组 对吧 那么说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哈希函数 我们对这个原数组建立个哈希结构总可以吧 毕竟是ON时间搞定的嘛 对吧 第二 我们便利一下这个数组 怎么做呢 这个SUM是已知的吧 AI是我们便利的时候这个AI嘛 这个SUM-AI总是某一个值对吧 我们就求一下这个哈希 SUM-AI这个值等于几 我看看这个这个东西 在哈希数组里面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这个求出来这个值 那一定是在原始数组里有啊 那么说AI和那个值能配对 OK 你就是一个解 如果没有的话我继续便利后面一个 我就能够用哈希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吧 另外这个里面我的空间复杂度 我认为是哈希结构 也就是ON的 我的时间复杂度呢 是我便利数组 这个是便利一变 是ON 然后呢 哈希我认为是O1的 所以合起来是ON的 换句话讲 我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都是ON 对吧 这是一种用哈希的方案 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 就是做法 对吧 就是我不管这个数组 它本身是有序无序 总之我通过一定的空间换取了时间 你那种状态是N乘LogN吗 我这样的话我能够搞定 它的时间是ON的 对吧 这是它的好处哈 当然坏的时候就是你这样的空间了 这样的空间还不小 是吧 这个就看你在时间中 是考虑时间的因素更多 还是空间因素更多 这两种方式呢 没有一个高低优劣好坏之分 只能说看你时间中 哪种更需要 更在乎 是吧 好了 刚才那个问题呢 其实咱讲哈希目的就是为了这一小块 这是点睛之笔 对吧 好了 这样子呢 这块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韩小朋友问说 有没有可能得出的就是AI 什么意思 我是求的 萨姆减 AI这个值吗 求说这个哈希值本身 我看它在不在 我可以了吗 得出的值是AI 什么意思 这个 如果有问题 再多说几句 这有可能啊 就你比较说 这个 是这样 就是你比较说 咱在这个建这个哈希结构的 你比较说 这个咱不是有数组吗 有数组建哈希结构 假定说你的数组里面 有两个相同值 我在第一次建的时候 哈希值存上了 对吧 如果说 对于咱这个问题的时候 重复数据需要重复存 是意思吧 那么说 你把第一个值 那个假定是5啊 假定就正小量 捧是一个12234好了 比方说 把这个2这个值 存到这个哈希结构里面去了 第二次又有一个2 OK 我又存到里面去了 对吧 我想去求 萨姆值等于4的时候 我这个AI 如果等于2的时候 萨姆减AI还等于2 我用这个哈希2去求的时候 发现那个位置 如果只有一个2 这是就不可以 如果有两个2 就是可以 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加Trick的方式 加这种补丁的方式 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刚才那套东西 它不是 就是算法本身 但是呢 我们需要 对这个算法 加一些补丁 对吧 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 好了 小东朋友说 如果哈希存在冲突 可行了 当然没问题了 因为我们这里面 我们就是说 假定大家已经把这个哈希问题 本身解决了 我在去用哈希的时候 我不会去考虑哈希冲突 哈希冲突是 哈希那个结构 那个类本身 它搞定的事情 我只考虑它是否存在就好了 这个还是它会不会 反复一个出货法子就好了 至于它怎么做的 那是哈希做的事情 对吧 跟是否冲突就没关了 对吧 好了 这是两个问题 好了 如果有问题 大家记得留言 我们继续去 这个下面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 比刚才那个 就要麻烦一些了 就是如果把问题 放大一点 我们给定的是一个 数组A 从0到n-1的 同时给定一个 数值 然后呢 我们需要找出这个数 总统若干个数 使得这些数的何为 sum 注意 这里面 这个若干个 可能至少是一个 也可能最多 是大n个 全加起来 才能等于sum 是吧 所以这个若干个数 这个若干 它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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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就广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看第二个事情 这里面 这若干个数 这一共有n个数 对吧 这n个数 要么取 要么不取 最终会得到一个取的结果 取得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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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解 这个解呢 我们去看看 这个这个解的值 加起来 是不是等于sum 换句话讲 这里面 呃 这里面呢 呃 n个值 第一个值取和不取 第二个值取和不取 第三个值取和不取 是吧 因为有n个 所以说 它的解空间 是2的n次方 对吧 它我们需要 如果是看的话 它的解的规模 最大是2的n次方 对吧 我们先定这个事情 第二呢 我们需要找出 若干个数来 那么我们怎么想去 存这个事呢 呃 我们 这里面 我们用一个布尔变量 用一个x一个向量 它是从0导减1的 然后呢 如果等于0的时候 我们认为它没有取AI 如果等于1的时候 我们认为它取了AI 就这么个过程 然后这个 毕竟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呃 就是我刚才 在咱片子最开始 提到那个事情 就是我们先去研究 这个题目的特殊情况 也就是数足里的元素 都是正的这种情况 负的的情况呢 我们等会儿再去研究它 这样呢 我们可以降低 我们思维难度 要不然这个过程 就不好做了 对吧 这个事情 事实上 这个问题本身是NP的 我们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个 这个 线性 就是那个多项式级别的 一个时间复材 一个算法 能够搞定这个事情 如果已经找到 你可以 就是 改变科技进程 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事实上应该是没有的 是一个NP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怎么去解决 好了 这个问题本身 是不是 先把这问题先考清楚啊 然后我们再考虑它 这个问题本身有没有问题啊 我们看一下 我看到大家在留言区 刚才还在热力的讨论 关于哈西红黑树的一些东西啊 这个大家可以先去查一查相关的内容啊 把这个事情做一做 红这个这个哈西 红黑树 平方杀树 B加树 B加树 B减树 这种这种东西哈 尤其是后面 这可能再多一点的 这个 R树 这种空间索引 尤其是在后面会谈到撬表 这都是很重要的结构哈 当然红黑树是一种 又难实现 它的 它的这个 实践层面的东西呢 其实跟平方杀树啊 其实相差不大 它跟这个撬表相差不大一个东西啊 但是呢 它比较有名气 然后呢 也大家也愿意用 所以它就 低的就显得很高啊 好了 我们先看这个啊 就是KY朋友说 可能有好几组若干的核等于萨姆 一个布尔相当 怎么处理多个解的情况呢 这样哈 我们这里面是这样的 就是说 如果有多个解的话 我们不会让算法停止 我们继续会得到 其他解的 这个问题 放心哈 我们会得到多个解的 这个没有问题的哈 然后NP的问题 其实就是 这是那个什么哈 就是说我们这个问题 真的是你找不着 就是这个情况哈 然后我们先来分析这个事情哈 我们看看 直接去地规 去做这个事情 换句话 也是美举做 对吧 在美举的这种 直接地规的方式之下呢 我们加一点 我们加一点分析限界的事情 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哈 分析限界的事情哈 然后第三 我们在考虑存在负数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就在进行分析限界 分析限界其实是 我们在地规搜索 我们在搜索 我们在用数据做事情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如果发现在当前状态下 不可能得到我们的解了 我们尽快的把这一支砍掉 这样子能够极大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实践的这个 时间哈 这样一个东西哈 我们直接上代码哈 看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做的哈 嗯 这里面 我看看 OK 我就直接看代码好了哈 就是我们假定我们给的一个数组哈 是12345 这是这么东西 然后呢 我们让求12345 这个五个数里面 加合为10的 有几个解 这么东西哈 然后美好说在这 我们先给的这个size 等于几的 可能有5吗 这边现在是12345 那么说我们先给那个x 是长得为5的一个波尔变量 然后呢 先把他轻成0 换句话讲 现在当前状态 我这五个数 我都没有取它 对吧 怎么做呢 我们去每一局这个数 把这个x变量去 这个输入到这个函数里面去哈 然后我们这个i表示当前做到哪个值了 第三个值这个0哈 表示是个has 这个has在这个里面哈 嗯 表示的是我现在通过已经 拿到了几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过程就好了哈 比如说现在是 第0的时候 我们现在拿到的值总和为0 对吧 你做呢 呃 如果说这个i大一点size 直接退出了 对吧 如果说我当前 把x0到xi点1 这一共i个数处理完了 拿到的值总和是has 在累加上我的ai这个值的时候 等于sum了 那么说我这个xi就应该是我取的 对吧 因为我加上这个ai正好等于sum嘛 我敢巧了嘛 正好等于sum OK 我就把这个xi这个值复为处 就是我要取这个值 把它打印出来 对吧 然后打印完之后呢 我把这个xf为false 我再继续变定别的 变定什么呢 变定的事情是 我先把这个xf为处 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做的事情就是 我当前还是去解这个x 我现在 那个已经有的值 是has加上ai 对吧 就是我有的 已经已经拿到了值嘛 然后 我要考虑的是 第i加1位这个值 调用它自身 没错吧 第二 就是我把这个xi复成false 表示我现在要解的还是这个x 然后 我的has 我的当前拿到值 已经 现在是has嘛 我当前这个x没取 所以它还是has 然后 我去考察 i加1位的值 取 还是不取 调用它自身 对吧 这样子 这个代码 就写完了 当然我这里面print 我做了一个辅助函数 打印出来是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代码 我自己运行的 我自己写了一遍哈 这是我们为了这个实践 我自己运行的 写了一遍这个代码 然后是应该没有问题哈 好了 这个是我们解决这个m个数 它的合为定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路哈 它是我们后面做事情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这一块大家看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 好了 有朋友问到第一个问题就是 波尔向量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波尔向量x 我们是存储的true和false 如果是true表示 如果那个xi等于true 表示是ai是取这个值 axi如果是等于false 我就ai是不取这个值 那这样的话 一个向量值truefalse truefalse 101010 就表示了这个ai 这个数字是取还是不取 不就一个结论吗 这个事情对吧 是的 这就是一个暴力球界哈 就是一个直接暴力球界 没有任何都 做的优化 对吧 显然这不是动力优化 这不是动力规划哈 这不是动力规划 这就是一个暴力球界的过程哈 只是我为了去 方便的去做这个事情 我就记得一个hass 这样的话我能稍微的省一点 我来计算对吧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每一次去算 因为我正常的去暴力哈 我需要让这个解空间从00000到1111每一次都变化 然后我去在任何一个状态下我去求这个值等于多少 如果等于sum我输出 不等于sum我就做下一次 这种是最最暴力的情况哈 我那样的话我还需要做一个和 对吧 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做那个求和本身了 我用个hass去去记录他 对吧 这样能稍微的省一点时间哈 对吧 这是比暴力稍微的有一点技巧的暴力哈 就就属于就是就就就就就就就流氓有点文化 有那种感觉哈 对吧 嗯 好我看后面哈 呃 呃 佩恩问到Mem San这个东西怎么意思哈 就就这句话哈 这句话是语言极大 就是我只是把长度为呃 size的一个数组 他的手指针是x都负为0 呃 当然我这里有点过分哈 因为我就假定布尔是用的 这个字节存储的哈 这个这个咱不讲了不谈了哈 是语言极的词 总之我就把这个x0到x再减1都都轻成0哈 呃 芒果问到为什么if里面还要把xi等于false 这个等于false是吧 事实上你不写这句话 后面也会把它变成数 没任何问题是吧 对吧 因为这个真的没有任何的影响哈 因为如果进入这里面的话 那么说最终出去的时候 它再次会复值的 我只是为了告诉大家 我开始把它给开了 后来我把它给关上 对吧 就这种事情 比方我开了就把它关上 这个意思哈 没有 这确实是可以把它省略掉的 没意思哈 是的 嗯 if里面的truefalse可以省掉 if那个 if里面的这个xi等于tru不能省掉 因为等于tru我才要print嘛 对吧 我print的时候是我根据xi去打印a 就是这个事情 我比方说我如果xi是tru 我就打印这个这个e 如果等于false 我就不打印那个字 不打印我 这样我就得我的结论出来了 这个没什么东西哈 嗯 ky说 在if成立的情况下 has加ai等于sum了 是的 然后在if之后 再做enum有什么意义 因为我要求手解啊 就是刚才有朋友不是说 我用一个x去存 我能够求手解吗 可以的 我就这么做的 就是我找到一个解之后 我不去直接brick掉 直接把它返回 就结束掉这个事情了 而是继续找其他解 这样的话这个函数 能够找到所有解 如果说你只是找 单独某一个解 如果它等于它直接brick 直接返回一个false 那么说如果它反映false 我就直接直接都返回 我们就不要进到后面这块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只找一个解了 这只是一个实现过程中的一个东西 我就没有再做那些事情 Bin朋友说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这个的时间复杂度 大家可以想象 因为这里面这个x都要是从0和1 就是初和false 分别便利一变 对吧 因此它的时间复杂度 真的会达到2的n次方 它不是一个多项式级的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2的n次方 马玉欣朋友问到 这一小块不明白 这一小块无非就是我把 如果说height当前值 是从0到i-1 我拿到手的这个值 现在和是多少 然后如果累加上 ai等于sum值的话 那么说这就是一个解了 这个解是什么呢 是x0到xi-1已经求出来 出false的 我就把xi复成初 然后去打印这种解就可以了 这个事情 这个height来的东西就是 你看我初值复为0嘛 就是第三个位初值是0 因为我当前x是考虑的第0位 我什么都没拿到 所以height值是0 如果说我某一次 第一次的时候 我就把它分成初 这样的话考虑第一位的时候 这不就是0加上a0嘛 对吧 这样的我不就 逐渐逐渐累加上去了嘛 对吧 就是说我其实这里面用了点 偷偷做了点小技巧 这样子我不用特别爆 然后暴力的时候 有一点点思想 思维 有朋友说继续 事实上有朋友可能还没有太了解 是吧 所以咱担务点时间 再次强调 这个不是DP 不是动态规划 它没有做 就是由前面的值 推到后面的这个过程 好了 这个事情呢 咱假定大家理解了 就是这个事情本身应该还好了 讲了时间不短了 讲了一十分钟了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里面做一点点优化 做什么优化呢 我们来想一下 就是什么样去做点分支限界的事情 前提是什么呢 我们先考虑 a i是大于0这种情况 如果是有小一点的情况 我们再另说 我们再加条件 然后第二个 就是我们考察这个向量 x从0到n-1这个时的时候 我们假定已经确定了前i个值 我们现在要判定 第i加1个值 它是要取0还是取1 这就是我们这一步要做的决策 是意思吧 我们现在就做这一件事情 取0还是取1 然后呢 并且我们假定 因为这是我说前i个值 也就是从0到i-1位 这不是i个值吗 由x0到i-1这个东西 它确定的a0到i-1 它确定一个解的值 解的一部分解的值嘛 这个和 我记得has 我记得一个我拥有的值 这个意思哈 然后呢 并且 我去提前的计算一下 从第i位 到最后的n-1位 这个数组 它的和 还剩余了多少 residual 它的尾数部分还剩余了多少 对吧 我减记了r 就是我现在 前i位的值 我记作has 假设我算出了 后面n-i位的值 我算出了 它是r 就这意思哈 然后 如果说这个xi 这个东西 它可以取1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xi可以取1 就意味着 我的当前的has 加上我的ai 是比这个sum值 要小的 是吧 如果说has 加上ai 是大于sum了 那就这个值不可能会1 是意思吧 就如果它取1的话 必然 我会得到结论 has 加ai 是小于等于sum的 对吧 并且 我会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xi 是等于1的时候 那么说 我当前的这个值 加上我的residual的这个值 它们加完 一定是大于等于sum的 对吧 那你如果你的这个 加上你residual的所有值 你都达不到我的sum了 那我就 那你这个就不可能 是一种解啊 是吧 所以说 取1的时候 必然有这个条件 和这个条件发生 没错吧 就是x等于1 必然会有这个和这个 都是对的 我反正写就是 这个和这个的时候 我们这个xi 是可以取1的 第二呢 如果这个xi 可以取0 它等于0 这种情况 如果xi 是等于0的 那么说 我不是residual 是从i到n-1吗 那么说 从i加1到n-1 就是residual 减去ai吗 对吧 这个residual 减去ai 这个值 我加上 我现在已经取的 这些值 必须大于等于我的sum 我猜 它可以取0啊 如果要是说 这个里面小于等于的 我必然要取1才行 你不取0 你取0的话 这值就不够了 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 如果xi等于0 必然有前面 这个条件发生 反过 反过去 就是 它加上它 大于等sum的时候 这个xi 是可以为0的 当然 这里我一直会强调 我说 这里面 我写的是可以 事实上这个可以 这个词啊 汉语里面 这个可以 看这个东西 什么意思啊 可以 就是可以能够 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就是你可以能够 去完成什么事情 所以可以 能够 也就是可能 就是可能为这个1 可以能达到1 但是呢 能不能达到1 说不清 就这意思啊 所以 但是呢 这个条件的时候 这个x是可以为1的 所以说呢 我这里面就把这个和这个 列到这个代码里面去 大家还是看这个事情本身哈 就是说 我的妹函数在这儿 然后刚才的值 还是做什么呢 我现在的最开始的阶段 我其实没有 t的值是0的 residual呢 是我从A0到n-1的 所有值的和 对吧 所以说 我先求一下A到size 这些数组的和 我认为 我记住residual 对吧 记住我的这个位数 x是我的解空间 然后解空间呢 现在负为0 我没有取 然后我找到这个值 找到这个number 怎么找呢 我把解空间 我要去求这x 然后我要求 从第i位开始 进行决策 然后呢 我当前的has 是指是0 我的residual 是我计算的这个值 residual 其实是SUM核 对吧 然后我们进到函数里面去 就翻到SUM 怎么做呢 这里面 x 解释过了 对吧 如果说这个i 大一点size 直接退出了 对吧 第二 如果hide加上ai 等于SUM 我们把它打定出来 这刚才能一样的 第三 我们刚才写的是 它等于处 直接做这个事情 对吧 事实上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hide加ai 小于它 hide加r大于它 把这个直接写到 这里面来 把这个条件 写到这里面来 然后让它 这种情况下 才有可能等于处 然后这时候 等于出的时候 我的hide 累加了一个ai 我的residual 就少了一个ai 对吧 这种情况 我才能大一点SUM 这种情况 它大一点SUM 那么说 我的xi 就等于false 这个时候 我的要决策i加1了 我的hide 就没有变 residual 也是减少了一个ai 没错吧 这样子 我也能低估下去了 并且 我通过这两个f语句 事实上在实践中 能够急剧的去 减少我的解空间 进行我的分支线阶的 这个时间的情况 我做了个例子 A我取的12325790 然后SUM 我取的40 这样的话 我一共找到了20个解 就这个东西 好了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怎么样做分支线阶 咱是实践中用的 非常多的一种时间 就是你如果是 你真的搞不定了 相当于这个分支线阶 相当于是我们的 最后的那个 那一招 就是你的算法里面 已经没法再去做 做更优化的东西了 那么说 你就稍微的做一点 限界的事情 能够让你的时间呢 辛苦 再少一点 如果你没有见限界呢 你可能需要 假定可能是需要 五分钟 你限界呢 可能需要几分钟 可能有个五呢 会变得小一点 这么个意思 好了 这一块内容 大家看有没有懂 我看一下哈 阿银朋友说 Hed加R就是所有值的核 是的没问题 是的是这样的 延博说不是所有值 是所有值 就Hed Hed是我已经挑完的 Resture 是我要考虑的 所以它Hed加Resture 就是我的那个 Sum的所有值 就是我们代表里 能够看得很清楚 对吧 最开始Hed等于0 Resture就等于Sum值 对吧 后面的时候 这个Hed逐渐地去 这个 减少Resture 就是Hed 加Resture不是 我抱歉 就是我前面 挨个值 加Resture是我的整体值 这个意思 一会朋友说的 就是说我们时间中 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很 不必要的情况 我们直接把它PASS掉 把它给尽快地 砍掉这个值 这样的话 尤其是在 这个Source的前边 那个阶段 如果能把它砍掉的话 会带来很好的一个效果 木木说了个好东西 这两条件 咋想出来的 这两条件 我不知道其他的 这个就是 网上是怎么做的 这两条件 是我想的 是我们团队想的 然后 就是这个想法呢 我们等会儿来 来来看一下 我们先谈别的事情 我们等会儿谈这个 怎么想的问题 第二 这个病人说 时间复杂度没降低吧 是的 时间复杂度 没有做任何的降低 它还是二条件 因为我最坏情况下 它还会进去 是吧 然后有什么数学解释吗 这个数学解释就是 你看我 其实这么一个搜索过程 其实相当于 从第一号 不停地去做 二叉数的过程 对吧 我逐渐去 去做这个事情 去做决策 我如果是在某一支 我能把它砍掉 这支就没了 这不就分成限定了 对吧 我还那句话 就是这个词我可能比较老 我本来叫分支限定了 有的地方好像是叫分支限定 或者是类似的词语 大家去搜索的时候 注意一下这个词汇 就是 这个名字问题 张化中说 怎么感觉有可能存在 XI前面复制为处了 但是后面发现 没找到数 这个处没意义 你感觉这个布尔 没什么用 这个布尔值是我们的 最重点就是这个布尔值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些部分 不是没用 是非常有用的东西 我没太明白 这句话什么意思 张化中说 这个存在前面复制为处 没太明白这个事情 请把左上那一栏关闭 这样 电影观看 OK 这样能变大一些吗 这个YGW朋友 说的这个事情 我没注意 这样我把它关了 能变大一些吗 是的 并说的不符合时期情况 就没意义了 时间复杂度没有降低 只是说我们会降低 我们的实际运行时间 就是说 我们实际里面 这个可能 我没有分支限定的话 分支限界的话 可能是五分钟 我限定界之后呢 可能只需要三分钟 但是我不会把它降到 我降的这个级别 仍然是跟 这个输入是 二的N次方级别的 我降的只是那个系数 α乘以二的N次方 那个α 只是降低了 对吧 只能说别人没做这个事情 它可能需要一个时间 你可能需要时间 比它短 但是 随着数据规模变大 当别人涨到40的时候 你不会把它 仍然限制到几分钟 可能也就 也得涨到20分钟 这样一个东西 芒果问 final number里面的每一个if 是每次都要做的吗 不是 else if 事实上 看看啊 这里面大约它 是这个东西 如果它等于它的话 做这个事情 如果 你看啊 这里面 只有它等于它 这个里面 如果是等于它的话 做这个事情 如果不等于它 才做这个事 等于它的话 直接做这个了 对吧 所以这是 if和 else if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 这小点 和这小点 它们俩是并列的 对吧 就是我做了这个事情的话 不影响做这个事情 所以 它和它 我这里没有加else if 这是两码事 就是你别不能说 它做了 它就不做了 这个 这个地方不能加else 要不然就错了 由xi可能为1 推出两个条件 那么这两个条件 是必要条件 那么能由这两个 必要条件 反推出xi一定为1吗 这个 Ian说的这个事情 就是我等会要解释的 咱先等会说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给解释这个事情好了 我们看一下 事实上 这里面 我跟大家问一个问题 我说分支线界的这个条件 我说的这个里面 这个 它小一它变 它等它 这么它等一 这个是一个冲药条件吗 是个 换句话讲 它是个充分的吗 事实上 不是冲药的 也不是充分的 它只是一个必要的 因为大家从我的 刚才分析过程中 已经发现出来了 就是说 我不是去考察到 这个小一它 这个大一它 会得到什么 这也不是我的思维方式 对吧 我思维方式肯定是 如果说它 不行 它等于1的话 那么说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然后 我在做分支线界的时候 我只是把这个结论 当作条件 它就有可能为1 因为 我如果说 假定大家 大家想的结论 假定说 我没有做这个事情 我只写了前面这个小一号 没有写后面这个大一号 代码里面 我没有加后面这个 这个 并写这部分 不会影响 大家的代码的最终结果 只会使得 你的运行时间 可能会略长一些 因为 你的限界 限的不太够 事实上 已经可以把它砍掉了 而你没有把它砍掉 对吧 所以 这些条件 是必要条件 因为 这里面等于处 随着这个地规的进行 它后面会有点 复中 再次进行运行的 对吧 它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不是充分的 因为我这里面 故意 我解释的时候 我就说 如果它等于1 得到什么东西 所以我重新 它等于0 我重新 对吧 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不是充分的 这是分支线界里面 一个跟其他的地方 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不可能 我上了能得到这玩意儿 对吧 谁都很难得到这个事情 我都是通过这个结论 会得到啥 对吧 这个过程 所以说咱在以后 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 做分支线界 就这么做就行 如果说它能够取这种情况 我会得到什么东西 把这个得到这个东西 当做条件 当做一个分支线界的 一个条件 把它写上去就好了 这个方法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实现中 比方说 我们做大法官王后 可能也需要 这么一个事情去做 这样一个事情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聊的 这个 其实这个东西 把这叫子集合问题 就是我们取一个集合里面 子集 这个子集的合 等于某定值 对吧 就是M这个集合 可以从一个到N一个 这个情况 好了 这一块大家看看 还有没有机器问题 有可能而已 如果这两枪都没进去 那么低速 就如果这两枪都没进去的话 它就它就把这两枪都都退出去 就就那个直接把它砍掉了 对吧 这就更好了 对吧 这是我们更希望的 是吧 越砍了越多 我们的 越加过我们的搜索进度 因为我们的搜索空间 是二的N次方的 不管如何 无论如何 我的搜索空间是是定的 对吧 所以我听我的 我的砍掉 但是我的时间较度 没有变化 然后另外的就是 大家有朋友 我刚才看到说 会不会使我的解尖少了 大家如果觉得 这个会有问题 大家先用原始的这种 直接递规去做 我不要加条件 我把123 我交90和40 带你去算一下 我再加条件 再看下是多少 你就明显了 对吧 事实上结论是 应该问题不大 我大概实施了一下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OK ML仍然会认为说 感觉会有漏掉的可能性 而我们这里 这个分析过程 就是你 就可以 就是你这样 就是说你如果觉得 它里面会漏掉 你先看一下 我的这个 从开始到最后的代码 写完 哪一个部分 是可能出错了 咱们探讨一下一个事情 你可以留言 咱们看一下 OK 我看看 运行到 比如说数组是 139 要求和是10 运行到3的时候 是满足条件的 但3 不应该被算进去 139和为10 139和为10 1的话进去了 然后height是1加上这个resitio是10 3不应该被算进去 是这样 就是说你3 如果不算进去了 就是1 3 最后再加上9的话 会发现 height加resitio已经大于sum了 我看看 反正总之是错了 对吧 我就会回溯了 回溯回去 我再会看 1 会true false true 可不可以 然后我去做事情 因为只有相等的时候 我再print 对吧 张王中应该是帮我回答这东西了 好了 大家总之这个事情很重要 重要到我们必须把它掌握住 这样的话 它是一个 虽然只是一个小的东西 但是呢 实践中有用 并且呢 我可能 重视程度没有 这个 比方说像动态规划那么高 那么个情况 但是它实践中很重要的东西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把刚才那个问题再次进行一个扩展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仅仅是 考虑的证数 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它 如果有复数的情况呢 对吧 当然如果是有等于零的情况的话 我们这里面 我们会考虑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它这个零是 是对的 其实 对吧 零在这里面混进去 结论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负的 就不对了 是吧 负的情况 我们需要 想别的事情哈 怎么做呢 首先 原始的这种没举法 这个直接递规的方法 其实我们是可以解决在复数情况的 没有做任何的限定条件 我总可以得到结论 对吧 当然我们这里面 想去琢磨下分支限界 所以说我们看看 如果对负数 怎么样做分支限界的问题 怎么做呢 第一 我们先对整个的数组 从A0到N-1 做一个正负排序 所谓正负排序 就是把负的放在前边 正数放在后边 这种东西哈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 剩余的正数的和 作为我们分支限界的一个约数哈 这里我们再说一点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 要求的这个SUM值 是正的 一两句没有 如果要求那个SUM值是负的 我们不妨把那个SUM值 变成取相反数 把整个的原始数组 也取相反数 那么说就能变成 仍然是正负情况 并且说 要取的SUM值是正的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只考虑SUM值是正的 就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 我这里的SUM值 本身我们只考虑正的就好了 当然取负的好像是对的 我们不再考虑一个事情了 就是展订我们SUM值是正的 然后呢 如果当前这个AI 还是在副版区 还是在负数的情况的时候 如果这种情况下 加上了我的全部的正数 还达不到这个SUM 那么说 这个AI就不能再加了 因为你是负的 对吧 你是负的 你都加上还不够 那么你都不能加 你不加到还有可能达到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一种 有限界吧 然后 如果说我 逼归进入了正数范围的时候 那么说 这就是一个正数的一个 全正数情况的一个问题 我就可以用我们刚才得到的这个结论 看上用场 对吧 这一块就是一个正数情况的一个结论 没错吧 所以它是对正数解的 这个是对负数做分支限界的 对吧 我们现在呢 把代码看一下 这里面 我们就还是 只考虑这个翻的SUM本身了 假定我们这里面 已经是做好了这个 正负了 这个情况了 然后 我去求个SUM 我看见没函数 然后 我先把这个positive和negative 正数和负数求出来 然后求SUM值 A从3的值 求它是正数的值和负数值 然后呢 给那个解空间 解空间呢 都是负为0的 并且呢 我要求X 我呢 现在当前从0 第0号值开始去考察 对吧 是取而不取 我现在已经拿到的值是0 因为 是什么都没有啊 并且我的副半区的所有值是negative 然后我正半区的所有的值是positive 对吧 我们带到这里面去 同样前面是一样的 对吧 同样 如果AI大一令的时候 这部分跟刚才也是一样的 如果小一令的时候 是这部分 对吧 这个限定条件也是 就是我大概想一想 就是如果它是 小一令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 大家这个自己去 思考就好了 它的那个思维 想法是完全一致的 只是这个 具体条件 大家自己去琢磨 难度系数是完全一样的 好了 这样子我们就解决了 带负数的分质限界 但是这里有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 其实把数足 做了一个正负排序 让负的在一边 正的在一边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集中精力 较考虑附数和正数 对吧 这个事情很重要 对吧 好了 这一块内容 大家看看 有没有问题 我们来一块考察一下 OK 这个想法都清楚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提计 下面的过程 事实上 我在猜想的是什么呢 是咱在讲 这个子极核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大家听不懂的人 就变多了 我的感觉 因为大家的提问 急剧性减少 可能就是大家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已经晕了 OK 我们现在 这个刚才休息的一小会儿 这个我们现在呢 在开始后面的这句话题 我们大概还有半个小时时间 我们需要讲两个 稍微有点趣味性的话题 可能我们这样 这个最后呢 我们这个今天 可能要脱堂个十分钟左右 十五分钟这个样子 我想还是讲完 尽量 这样的一些时间 好的 这样呢 我们先谈这个 第一个 就是说 荷兰国旗问题 这个名字听得很高雅 这个题目 其实本身并不难 这里 这个提出来呢 只是跟大家聊了这个事 现在呢 我们讲的有红白蓝 这三个不同颜色的小球 我们见识这个是乱序 什么话 就这样一个东西 红白蓝 OK 这是蓝色 红白蓝三种颜色 然后 要求我们重新排了一条球 使得红白蓝三色 各自排去 红色白色蓝色 这么排 然后事实上呢 这个问题之所以叫 荷兰国旗问题 是因为这个东西 和荷兰国旗的颜色 红白蓝是一样的 因为这条研究上 迪斯拉是荷兰人 是吧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 荷兰国旗问题 这样一个小东西 然后呢 其实它的原因呢 是因为 第一 它本身研究有价值 第二 它的 这个 研究呢 会给我们的排序 带来一个 有利的一个事情 事实上大家可以猜到 快速排序 然后只是给它 做一个小的铺垫 就一个 因为大家可能在 学这个排序的时候 不会谈到荷兰国旗问题 一般来讲 不会谈到 但是我们希望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一下 这个事情 好了 有朋友马上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时间应该是 欧恩的吧 事实上 这种简单问题 是吧 我去做的话 欧恩 一想就能搞定 是吧 三个指针 哪会扫吧 因为我刚才已经 讲到了 这个 刚才的那个 如果是 两个值 两个定值 核问题的话 我们两个指针扫吧 这是三个 红白蓝 很显然我们做三个指针 三个左眼 然后来回扫就合适了 对吧 现在呢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事 先形式化的表述一下 就是说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我们可以这么来写 就是 给定的一个数组 A 是从0到N-1的 然后呢 元素呢 只能取0 1 2 3个值 我们现在要设计一个算法 让这个数组排列成为 0 0 0 1 2 这么形式 对吧 这个就是荷兰国旗问题的一个 表述方案 对吧 我们现在要做的目的是这个 OK 这样 有那个 N-R朋友 先谈了一个 计数就可以 是吧 我们等会会谈 计数 可不可以的一个事 我们现在暂时按下 假定我们不用计数方式去做 我们正常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去做这个事 就如果有朋友 没没理解这个计数 是什么意思的话 等会我谈到 那就不要着急 我们先正常式去解决它 然后呢 我们先借鉴一下 快速排序论 partition的一个过程 还记得那个分 把它分吗 对吧 怎么分呢 我们这里面定义三个所以 begin current end begin放在头上 然后end放在N-1上 然后current 放在跟begin开始的位置上 很简单的事情是 第一 如果说当前这个只等于2的时候 那么说 这个2要换到尾端 也就是current和end交换 对吧 这样的话 交换之后呢 交换之后 end不就是2了吗 end-1 然后current不变 对吧 第二 如果说这个current等于1的时候 那么说这current 它是直接往后 错一位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1嘛 对吧 我现在是1就要放在中间 current加加 然后begin不变 n的不变 对吧 第三 如果说这个current等于0的时候 这是我们要琢磨一下了 current等于0的时候 如果说begin和current都是相等的 他们都是 begin andcurrent 最开始不是相等吗 对吧 它都在最前边 OK 都是0 那么说begin和current都往后移就好了吗 对吧 保证这个就可以了 对吧 第二 如果begin和current不相等的时候 如果begin在前面 current在中间某个位置 那么说这时候 不相等 并且current遇到了一个0了 0我需要转到 那个begin那个地方去 把它换到begin那个地方去 是吧 所以我需要current和begin这个交换 然后begin是1了 是0之后呢 我们把它加加 然后current 我们再次不变 对吧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思维过程 对吧 它的算法的正确性 咱其实似乎不用证明 大家应该觉得就是对的 对吧 如果大家 这个正常情况要证明这个算法是对的 这个东西应该是用数学观大法 事实上咱就不再解释了 总之 大家一看就像对的 是吧 好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非常快速的就会写着代码来 就这样 对吧 这里面如果这个A 我们做一个holland 做一个荷兰国籍问题 它长度是lent 然后呢 begin current都是0 end是lent-1 对吧 然后只要是这个current 没有和end遇到 做什么事情呢 如果当前只等于2的话 我刚才说了 等于2的话 current和end做一个交换 然后end-- 如果等于1的时候 只是把这个current 做一个加加 begin和end不变 第三个情况 就一定会是这个current等于0了 因为这里面它是等于2 等于1 最后一定等于0了 我根据我们算法的一个进入的条件 一定是这种情况发生 对吧 然后如果等于0的时候 那么说 如果它两个相等的时候 begin和endcurrent都加加 不相等的时候 它两个做交换 然后begin加加 没错吧 这个就是荷兰国籍问题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代码本身 这一块 大家看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 最基本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OK 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 因为看起来并不难 我们这里面呢 做一小点点的分析 很显然 等于2等于1都很漂亮 等于0 感觉好别扭啊 是吧 这个代码显得不对称 显得不漂亮 是吧 显得不美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里面 我们没有考虑好多 有已经肯定式的前提 我们做点事情 这里呢 我们现在这个current 它去扫描的位置 对吧 换句话讲 我们现在从current 从最开始往后再扫 对吧 那么说 你current 如果遇到一个2 就会换到后面去 也就是说 你当前状态下 begin到current 这个空间里面 区间里面 不可能会存在2了 因为一旦有2的话 你就会换到数字后面去了 对吧 这样的话 这个a begin这个东西 就是begin的current 之间嘛 它不可能是有2了 那这样的话 begin所指的这个值 要么是0 要么是1 但是不可能是2 这是我们得到结论 对吧 并且这里面 事实上 你这个begin 不是指向元素的值 这个我们考察这个begin 它不是指向最开始吗 对吧 我们看这里面 begin指向最开始的这个值 然后这个里面 如果这个begin 是不等于kind的时候 大家做一下归纳法 然后就是如果它等于0 等于1等于2 然后各自去做那个归纳法 然后会发现 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就是abegin是等于1的 这个大家去做规纳法就好了 这个事情大家试一下 就是虽然长度比较长 真的不再跟那些过多解释了 大家这个结论是我自己证明过一遍 是一定等于1的 就是说如果begin不等于current 换句话讲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里面大家可以形式化理解一下 好了 简单先说一下 就是说你会发现 这个代码里面 begin和current最开始都是相挡的 都在最左边 对吧 这里边只有当遇到1这种情况 current会往后移 导致current领先于begin 而等于别的情况的时候 比方等于0的时候 他们俩要么都加加 要么都做事情 这里面做事情对吧 会不会产生任何变化的 所以说只有当遇到1的时候 这个current才会领先于这个begin 才会造成他们俩不相等这种情况 他只有遇到1才行 所以说这里面 必然会得到a begin等于1这种情况 大家有心情可以用归纳法 真正的做一遍 形式化理解就是刚才那种说法 然后如果有这种情况 这么好的结论 就是a begin一定等于1 就是不相等的时候 那么可以怎么做呢 当acurrent等于0的时候 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 这一段它是都加加 对吧 这一段我们就可以说 它不等于这个current时候 把这小点 因为这里面 这个current 这个begin一定等于1啊 对吧 我交换之后 它交换之后 acurrent一定等于1了 我就可以顺道 把这current 做一个加加了 对吧 做一个加加 没错吧 因为这个current 一定交换一个等于1嘛 所以我正常可以加加 是意思吧 所以我利用这个条件 可以把这个代码写 这个图示 大家自己看一下就好了 我就不再跟大家详述了 然后这个代码 就会写成什么呢 就是等于2 等于1不变 等于0的时候 相等也没变 然后这个不相等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 swip之后呢 a begin加加 刚才只做了这一个事情 大家看刚才那个代码 这里只有一begin加加 我这里面多做了一个current加加 我刚才那个所有的论述 就是为了去论述 这一计划current加加 是正确的 就这一个意思 只是因为这里面 它是这个什么的 它是不相的 就这个事情 就是没有问题是吧 很简单一个小东西 马上有朋友问到 大家说这有什么意义啊 事实上 就是咱是为什么我要论述它呢 因为大家会发现什么吗 会发现 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它俩相等是begin concurrent加加加 它俩不相等 交换之后 仍然是begin concurrent加加加 是意思吧 我这里面相等于 把这两个事情就会合并了 当然当然那个begin告诉我说 这种做法肯定 移动会加快 是吧 我少算一步嘛 对吧 肯定会加快 对吧 这是一个现实上的好处 第二呢 是他们俩 这个既然这个里面 都是做这个事情 我会把它合并在一起吗 做成这种样式的 就是说 他们俩如果是都等0的时候 那么说 current和begin不相等的时候 直接做 然后这里面 begin和current都做加加 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把这两个合并了 做成这种 这种样式的话 似乎看着 如果咱们看这个 这个这个注视 看着就比刚才 要漂亮一些 平衡一些 对吧 你等于2的时候 做swip n的减减 不等于0的时候 你做个swip 然后再加加 再加加 是吧 当然呢 这里面 呃 我们 既然是这种情况 事实上current不等于begin 我们可以更直接的用 acurrent不等于abegin做判断 对吧 事实上呢 这是第一个注视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咱不等的次数 远远大于相等次数 正常来讲 是吧 它相等的时候少 不等的多 所以说呢 咱实践中 不写这个条件 直接做swip 然后加加就可以了 是意思吧 既然如果不写这个条件 直接做swip 做两加加 那这样的话 咱最原始的 这个问题分析 就变成什么了呢 就变成了 acurrent等于0的时候 做他们俩交换 begin加加 current加加 是意思吧 那么说我们这两行 就可以都不要了 就直接 acurrent等于0的时候 那么说 这个就把acurrent和abegin 做一个交换 begin加加 current加加 是意思吧 这是一个 很似乎看着均衡一点的结论 但是这里呢 会发现 如果等于0的时候 是他们俩current和begin做交换 current和begin都加加了 而等于2的时候呢 是他们的交换了 n的减减 current是不变的 事实上 这个current不变 我们优化不掉 没有方法做优化的 这里面这是一个比较什么的问题 所以他们两个最终做的代码 也不是完全对称的 这个事情 为什么最终我们优化完之后 还是不对称呢 因为你在做的时候 本来begin end做好之后 current最开始是偏向于begin的 所以说你会造成 他们是不是对称的 我如果说同样情况 我把这个begin作为0 end作为n-1 我把current放在n-1上 代码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对吧 就是n等于2 就是我begin是等于0 end是等于0 end4-1 我把这个current等于n的时候 对吧 current放到最后的时候 这样的话 如果等于2的时候 他们俩这次交换 然后n的current都减减 然后等于1的时候做这个 等于0的时候 这次交换begin加加 current就不变了 这意思吧 这是荷兰国旗问题的一个解释 然后呢 这里面 我们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家如果是在网络上去查 这个荷兰国旗问题的一些解释 起码到去年为止 这个网络上的解答 往往直接会给出咱的这个 就是最终的结论 说这个遇到2的时候 遇到0的时候比更看着多加加 遇到2的时候 n的是减减的 看着不变的 这个解释过快了 我觉得 他没有说清楚 为什么遇到0 遇到2 他会有这个显化生 对吧 他稍微较快 事实上我感觉 这是一个要解释的事 就是大家 其实有一个很长的 一个思维过程 在这里面 就是咱里面可能有些人 就没有思考直接转发了 就是这样的过程 然后第二呢 是这个事情 刚才有份问到 有没有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 对吧 还真有 咱先提前说一下 你比方说 咱在做快速排序的时候 咱其实也是在做的 假定我们 还是放在最前边 给定了某一个值 小于这个数的 小于这个 值的放在左边 大于这个值的 放在右边 咱都这么说 对吧 事实上 咱在实践中 做事情的时候 他会发现 有小于的 有大于的 还有等于的 对吧 所以说 任何一个 Pivot Key 任何一个值点 它都有三种情况 按道理 说快速排序 小于的 大于的 等于的 所以说 咱可以把 咱的那个快速排序 荷兰国旗问题 套到快速排序里面去 做成 考虑更加周详的 一点的东西 对吧 因为我们考虑到 荷兰国旗问题之后 我们会让 我们的快速排序 在最坏的情况下 它的时间复杂度 仍然是 n乘logn的 这是它的实践的一个 就是起码在理论层面 很好的事情 就是说 虽然快速排序 它的最坏 的情况的 实践复杂度 是n方 平均是n乘logn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考察了 这个 这种细节问题之后 我们是可以 做到一个 最坏情况 也是n乘logn的 快速排序 实践复杂度 所以我们讲 讲这个细致 是想做这个事情 是的 一会朋友很惊讶 表示 快速排序 我们经过一个 打个补丁 我们就可以 最坏的时候 也能够做到 n乘logn 咱不管在实践层面 有什么用 起码在理论层面 是好的 对吧 我们起码 我们可以 比方说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也可以说吧 对吧 就是说 你能不能说一个 把这个快速排序 最坏的时候 搞成n乘logn 对吧 实际上有办法的 对吧 这里面呢 我们以后会 会谈到 当然 杨洁朋友 说了一个 好的事情 说 这个 随机化 随机选一个 对吧 但实践中就用不干 随机选一个 一般来也差不多 这是说 但是随机化的话 最差情况 有也写会成 最差选 N方了 对吧 是这样 怎么样把它做成 是的 就是随机的话 是由 是平均状态 就是 最好最坏 在各种实际情况 我们求数学期望 是n乘logn的 求期望值 求平均值 是n乘logn的 只是这样一个东西 怎么做到n乘logn呢 我们看看 在那个 在那个排序 那一章节里面 跟大家再聊这个事情 这次谈 荷兰国奇 先给出个影子 就是说 荷兰国奇本身有用 它呢 也能够 那个考虑到 相等情况 也能用 是吧 这个事情 然后呢 聊点别的事 就是说 其实上 你还有乌克兰问题呢 波兰国奇问题 乌克兰国奇问题 是吧 就你想如果分成两部分呢 那就刚才我们谈到了 那个子集合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正负排序 对吧 然后 我们在做那个数字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个 基欧排序 基数在间 偶尔在后 等等一个情况 对吧 这都是 这是一种更简单情况的 一种 荷兰国奇问题 是吧 这个词是我自己说的 就是瞎说而已 这就是跟人家玩的一个东西 就说 还有这种正负排序 因为咱刚才正好谈到了 是吧 跟人家多说一句小句而已 然后呢 在这一页呢 就是聊到了 刚才有朋友说的 技术不就可以了吗 怎么做呢 这个意思 就是说 咱在荷兰国奇问题里面 用零一二分别技术 我通过一遍扫描 我总可以数出 零有多少个 一有多少个 二有多少个 没错吧 然后呢 我在 既然零有多少个 我知道了 我就把前面这多少个 都复成零 它中间都复成一 最后复成二 不就快要吗 这就是所谓的技术排序 没问题吧 这个做法 确实是解决了 这个问题本身 但是事实上 它只能说是 解决了问题本身而已 对吧 是的 只能说你好机智 事实上咱实践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可能是零二 分别是某一个ID号 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它可能是 不是一个结构体 它是个结构体 对吧 我只把某一个值 把它改了 没用 是吧 我得连带的都动 它才是有用的 所以说 我们正常还是用这种 去复制的形式去做 对吧 其实 就跟咱在做练表的 好多那个题目的时候 会题目告诉你 如果说 我让你把油电表存储是 123456 把它变成214365 然后题目里会有一句话说 不准移值 只能移指针 就这种意思 好的 这是一个事情 第二个呢 是如果我们不考虑 这个事情本身 不妨咱聊点事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 这不是把012分成三堆吗 OK 就是大家还记得 咱在那个技艺学习里面 聊的事情吗 我分成三部分 我不会分 OK 我先分成两个部分 对吧 我分成两类 然后呢 那小的再接着分啊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我把01当成一类 把2当成一类 比如说我用1.5 做Pirate Key 然后把它分成两堆 然后再把01这部分 再用0.5 做一个Pirate Key 然后再生两堆 对吧 这种思路 起码是正常的顺行 做法 对吧 并且呢 这种做法呢 这个也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个就是 ID号和结构体这种问题 这是一个跟大家聊点事 好了 这样子我们再拿出大概15到20分钟 跟大家再聊一聊 最后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在实践中 因为实践中真的考过 毕竟刚才我看有朋友留言说 他们也是已经遇到过这种问题 对吧 完美洗牌算法 就说 我们给定一个长度为2n的一个数组 然后呢 这个数组我们记住 A1 A2 A3到AN B1 B2 B3到Bn 这个长度是2n 然后呢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经过一个算法 要求把它变成A1 B1 A2 B2 一直到AN BN 做这个事情啊 然后 并且我们要求它的时间复杂度是 线性的 空间复杂度是O1的 好了 大家先来看看这个算法本身 有没有一个想法 当然这个题目为什么要我们洗牌呢 因为你可以想象这是一共有二n张牌哈 把左手拿n张又拿n张 然后两个用手 那个那个 那个相互交叉对吧 会得到一个这个这个顺序 没错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完美洗牌哈 这是一个算法本身的名字 然后大家看看这个题目本身 大家有没有一个想法 好 一回 err 先说了一个哈 就说我如果没有去条件的话很简单 是吧 比如说我要求 它的空间复杂度是欧温 时间复杂度是欧温 那太简单了 对吧 我开个空间存下来 画 复值就是了嘛 对吧 比方说我弄一个 哪怕弄个对战 弄个对裂都行 都可以把它搞定 对吧 我用数字N的也可以 对吧 然后 这里面技术就搞不定了 这里面的技术就搞不定了 然后错位交换 普通人说交换就是了 这个交换呢 这里面呢 你看哈 这个好指挥说 找到B1 然后交互差 这个互相交叉 把B找到 搜到B1了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 合设位置上去 再找到B2 再放到合设位置上去 再找到B3 放到合设位置上去 那 它的 时间复杂度 是不是就变成N方了呀 对吧 好像是哈 对吧 我们这里不妨呢 先琢磨琢磨 这种方案哈 先说第一个 就是怎么做呢 步步前移 然后我们这样哈 就是说我们观察这个序列哈 怎么做呢 A1 B1 A2 B2 A3 B3 我们先去把这个 我看这个 A1 B1 A2 A3 就是把前两个换位置 对吧 然后 B3换位置 然后换位置 就是刚才我有朋友 谈了那个交叉问题 对吧 就这么算了 对吧 它是N方了 对吧 我们就不再谈这个事了哈 每一次都往移 移嘛 对吧 B1弹了过来 然后B2换过来 对吧 B3换过来 是吧 这种算法的话 我 其实我会移动N-1次 然后Bi次的时候 我会移动N-i次 是吧 OK啊 这个有朋友说 不是他 OK 就不关了哈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换一种思路哈 来总换这个事情 怎么做呢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第一步 我先让 A4和B1交换 总可以吧 我直接 因为这个长度是N嘛 让我定位住 中间还是问题不大的 对吧 我除以2就可以了 加1-1的事情 然后把它变成了 这个A1 A2 A3 B1 A4 然后就后面一样 它们俩交换 对吧 第二 然后呢 让B1和A3 让那个B1和A2做交换 A3和B2做交换 A4和B3做交换 就变成这样的样式 没错吧 大家发现 这个样式 正好是A1 B1 A2 B2 A3 B3 A4 B4 没错吧 这是中间交换的方式 得到了结果 非常漂亮 是吧 就跟变魔术似的 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事呢 有朋友马上 产的Pretender说 这个是不是需要证明一下 我们先形式化的 得看一下这个事情 怎么回事 我这里呢 举了个例子 就是因为 这个8个的数呢 太少 说不清 我就把它画了10个 1 2 3 4 5 6 9 10 这是罗马数字10 我就故意的 我用X表示了 然后呢 我们怎么做呢 先找到整个双的中间位置 5和6 然后5和6在这 让5和6做交换 就变成6和5嘛 其他都不变嘛 然后再去找到 次中间的位置 这个4 6 这个5 7 把4 6变成64 把5 7变成75 然后再找到次次中间位置 3 6交换 4 7交换 5 8交换 再找到次次次位置 就是26交换 3 7交换 4 8交换 5 9交换 最后得到的就是 1 2 3 4 5和6 7 8 9 10 正好是插开的 没错吧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中间交换的一个 它的变化过程 是长这样的 为什么这样做 就能够最终达到目的呢 我稍微的解释一下 是这样 我画了张图 你看 我们考察一下 6 7 8 9 10 他们是怎么做的 你看 这里面 我先说一点 就是有木木说 奇数个呢 这里没有奇数个 因为我们要的是2N个 我们继续做 6 7 8 9 10 怎么回事呢 你看 5 6做交换 所以第一次 它会变到这儿来 然后 4 6做交换 又跑前面来 3 6做交换 又跑前面来 2 6做交换 就往前面来 所以说 每次交换 6都往前移了一次 步步前移了 对吧 而7呢 因为7 在5 6交换上 它等了一步 它直接落下来 后面的时候 每次都做交换 所以说 7 它的交换的 那个次是吧 比6 恰好少了一次 没错吧 6好正 所以说7中间 就被隔了一个数字 对吧 这数字是几算 不管吧 反正就隔了一个数字 而8呢 它等了两步 哎 再做交换 9 等了三步做交换 10 直接等了四步 这个整个的 结束了 对吧 所以说 这样子 6 7 8 9 10 正好就分开了 同样的 大家可以考察 这个这里面的 2 3 4 5 也是这么个过程 旋转过去 没错吧 这就是 刚才这套思路的 一个事情 这样子我们就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 具体的 那个 事情 但是呢 这里面 有一个事情 咱得说 那没可能说了 个十分好的事情 我交换的次数 第一次交换了一次 第二次交换了两次 第三次 第三次 第N次 一共交换了N次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这里面 一共是2N个数 所以说 第一次是1 第N 第N-1次 就是N-1 对吧 而一共做了 这个N次的交换 所以说 它的总的交换次数 是2分之N乘N加1 是吧 换句话讲 它是N方级的交换次数 也就是说 这种做法 虽然非常漂亮 也好玩 但是呢 它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们要求里面 需要的时间复杂度 是N的 这个这么好的 一种解法 它竟然 它的时间复杂度 是N方的 是吧 所以 我们 相当于我们又回到了起点 这个只能把它pass掉 只是跟大家玩一玩 这个事而已 现在我们来分析 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它竟然达不到 我们的时间复杂度的要求呢 会发现 这个6没问题 6是 对对对 我们就分析6好了 6 它最终应该跑到哪去呢 应该跑到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在算法中呢 这个6 不是直接跳转到 它所在的位置 而是 一步变一个 一步变一个做的 这就浪费时间了 如果我们能让这个6 一次性的跳转到 我们合适的位置上去 7 一次性的跳转 合适的位置上去 那么说 我们才有可能达到ON 是这个意思吧 它题目里间 让我们做ON的时间复杂度 那么说 我们必须知道 每一个点 它应该跑到哪去 这是我们的思考核心 如果大家 先把这个事拿住了 相当你的思维方向就对了 这是一个 里程碑式的一个跳跃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呢 再把刚才那个 这个题目放下来 你看 这里面 我们每一个数值都换到相同 某一个位置上去 每一次直接跳转 而不要进行这个多次跳转 对吧 这是它的核心目的 核心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 就来分析一下 怎么样去做 能够达到 那个 从 DI位 直接跳转的 我应该找到那个位置 对吧 这个事情 事实上是04年的一篇 论文里面发表出来的一个东西 微软的一个人做的 我们在这里面把他的思想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思想代码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做成 A1 A2 A3 AN到B1 B2 B3 到BN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变成 B1 A1 B2 A2 B3 A3 到BN AN 这么个体牌过程哈 然后我们来考察一下 这种变化 它有些什么东西 怎么个撬转的 对吧 这是我们的 我们要求啊 OK A1 这里第一个元素 是吧 最终变到了 第0 你见到1 2 变到2位置 就是1变到了2 对吧 这个A2 这是第二个元素 变到了1 2 3 4 变到了2 变到了4 然后3 A3 这个第三个位置 1 2 3 4 5 6 变到了第六个位置 那A4 会变到第八个位置 对吧 也就是说 前I个元素 它最终 要跑到2I 这个位置上去 这就是我们的公式 只要是I 就跑到2I 就对了 是意思吧 然后 后面的这个N个元素呢 第五 这个比方说 这个第五号元素 这个B1 我们认为这是 1234 我们认为 N404 123 45 第五号元素 它跑到了第一位 就是5到1 然后 我就不数了 6 其实到了3 7到了5 8到了7 这个呢 其实大家会发现 这里面 5 6 7 8 这个是1357 这不就是等查数列吗 我们把它构造一下 就是2I 减N 然后再减1就好了 这个式子把它展开一下 就是 2I 减2N 再减1 2I 减2N 减1 什么意思呢 2I 它可能是一个大于2N减1的一个数 我让2I成完之后 对2N加1取余 不就是这个数本身吗 因为这个I 只是从N到2N嘛 所以说2I对2N加1取余 和2I减2N减1 本质是一样的 在这个范围以内 对吧 就在I从N到2N的时候 这个等式是一定成立的 对吧 换句话说 我刚才的这个最终位置叫2I 这个叫2I对2N加1取余 那他们俩做个合并 那不就是2I对2N加1取余吗 这个数对一个比较大的数取余 那还在本身吗 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公式 就是他和他直接乘2I取余就好了 是意思吧 然后怎么做呢 并且我们这里面 大家会发现 我们看这里面 这个从1变到2 从2变到4 从4变到8 从8变到7 从7变到5 从5回到了1 我们从1回来的 对吧 2走过了 从3变到了6 从6变到了3 我们从3过来的 对吧 其实这里面是两个环 没错吧 123 6 7 8 其实是两个环 这里面 也就是1248751这个环和363这个环 对吧 然后这里面 我们先做第一个事情 就是说 这个I值 我们刚才已经推导出来 是从2I对2N加1取余 是一次吧 我先停一下 咱PPT上是有这个图的吧 就是我上传的PPT是 这部应该是有的 好像对吧 大家如果是看不到我的那个 咱的那个 这一块的内容 大家就边听声音 边自己放PPT好 哇哦 那那 好郁闷 那 就是我们现在看 就是大概在偏后面位置 在两个圈那一页 然后这里面 就是我其实I是从2 这个这个Mode 我其实是2N加1 然后我从2乘以I 对2N加1取余 记作这个新的这个I 对吧 只要这个I没有等于方 没有到这个头结束呢 我继续对I从 取2I对模取余 对吧 然后弄完这个事之后 把他们俩直接 直接往前移就行了 对吧 把1变到2 把2变到4 把4变到8 把8变到7 把7变到5 把5变到1 这个事就做完了 把3变到6 就这个意思啊 就是你把这个1变到 1变到这个2的位置 这个2变到4这个位置 把4这个这个A4 变到8这个位置 把8挪出来 放到这个 放到7这个位置 把7挪出来 放到5这个位置 放到这儿 把5放到1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他们本身 一个压一个 就能把这个环做完了 对吧 这个代码做的事就是 我知道这个环的这个结论 就是2I 这个东西嘛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做这事情了 对吧 现在的问题指什么呢 我不知道有几个环而已 对吧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环 它起点在哪里 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 我们得一个 结论 这样子 如果说这个2N 它可以写成 这个史克郎 问了一个问题 说怎么样求这个环 我们现在马上就说这个环的问题 这样我们今天 稍微可能再拖堂个十分钟 然后跟大家再把这个讲完 这里面 如果这个2N 可以写成3的k次方减1 这种形式 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里面 我为什么举了一个8 这里面是123 多数七八嘛 对吧 8是可以写成3的2次方减1 对吧 2乘以N 可以写 这个数8 可以写成9减1嘛 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然后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它就一定会有k个环 然后 这每个环的这个起始的位置 是什么呢 是 3的0字密 3的1字密 3的2字密 到3的k减1字密 这是一个重要结论 这个结论来自于这篇论文 然后呢 等会咱稍微的提一下这个结论 但是这个结论的证明 我们现在没要说 这个证明实在是 它涉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然后呢 咱们这个结论先记住 就总之 如果可以写成这种形式的话 我就可以 这个环就知道了 毕竟环的起始位置也很漂亮 像这个里面 环的起始位置是3的0字密 3的1字密 而这里面可是3的2字方减1 所以就一共就有两个环 是吧 这样子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只要是 这个2的n 2乘以n 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这事就搞定了 漂亮吧 有这个结论出手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对吧 这就太厉害了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如果我2的乘以n 不能写成3的k4密减1呢 对吧 我们这个perfect还差10% 是吧 差那点就是 如果这个n是个随意的一个数呢 对吧 我这里画张图 这个图 应该能解释清楚 这是我去年 就是咱上三号的时候 画了张图 然后 是这样 就是说 我这里假定 我的这个数组长度是2n 这个2n是不等于2m的 那怎么做呢 那这样的话 我就想个办法 我总可以求出一个最大的m 使得2m等于3的k4-1 那这样 这个n从从这开始到中间 这个就要是n 从中间到最后又是个n 你用2n吧 对吧 这个n就前边分成了一个m 后面出了一个n-m 是意思吧 我多说一句 因为这块我如果不说清楚 咱后面就说不清了 就是说2n是我们的数组总长度 我们这里不用n表示 用2n表示 用2n来表示我们的数组总长度 然后 而这里如果说这个2n这个值 不能写成3的k4-1这种形式 那么说 我总可以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m 这个m是小于n的 能够保证2的m 可以写成3的k4-1 这种可以做到对吧 然后 这个m是小于n的吗 这样的话 其实就相当于是 从1到n这个半数组 前边有一个1到m 是意思吧 这个半数组从这个n开始 到这小段有一个m 从这个属标所在的位置 到这个蓝色绿色交界线这块位置 又是一个m 然后后面又剩下一个n-m 是意思吧 现在我们分析要做什么事呢 其实我们完美洗牌要做的事 是让前边的这个空白区域 这个m这一块 它和从n开始到n加m这一块 就是从数组的中间位置 数标所在的位置 到蓝色和绿色中间这块 这个这个结线 这块不是m吗 这个m和最前边空白区这个m 他们俩配对做完美洗牌 因为我不是说了吗 这个我们有这个结论 凑成一个2的m四方 等于3的k三减一总可以吧 对吧 所以他们俩凑成一个东西去做下 然后呢 我让紫色的这个n-m 和绿色的这个n-m 把它凑成一段 他们俩做完美洗牌去做下 总可以吧 这样的话 前面这一大弹搞定了吗 后面这张我就可以去做事情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没错吧 而我们这里要做什么 因为考了这么多 要做什么事呢 无非是从 这个竖线数码所在的这个n这个地方开始 到这个 蓝绿中间这个位置 这块东西 把它往左移 紫色的这块 往右移 变成这种样式 是不是这意思 变成这种样式 那么说 前边的就是一个2m 作为完美洗牌 后面这个两倍的n-m 他们在做完美洗牌 是意思吧 然后我们就考察 那怎么样做呢 这不就是一个 从m这个地方开始 到这个蓝绿中间这个数码 这块结束 这块 它做了一个循环左移吗 对吧 就是循环左移了这么一个m位 或者是循环右移了n-m位 一个意思 因为我上次已经谈到过了 循环左移 循环右移对吧 循环左移m次和循环左右移 n-m次 等一下 是意思吧 并且 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过 循环左移有线性时间 空间复杂度是o1的算法 还记得吧 对吧 然后可以把它 把这块搞定 搞定之后呢 前边这个2m 用我们的刚才的这种方式 我们这种方式 是可以线性时间搞定的 循环左移 可以小线性时间搞定的 剩下的这一块 是两倍的n-m 这个小的数组 这个小的数组 如果满足 可以写成3的k-1 我正常去完美洗牌 如果不能写成的话 我再调用它本身 总可以吧 我再让这一小块 把它放大 就是这么个东西 把它再次做循环左移 再做完美洗牌 总之最后剩下假数 它们俩交换去位置就可以了 是吧 这样子 通过这个小东西 就完成了完美洗牌的 作用内容 这就是那个10% 好了 这是完美洗牌的 它的那个算法本身 就是说 对于一个数组 从1到2n 然后呢 我们找到一个2的m 等于3的k-1 这时候呢 我们要求这个3的k次方式 小于等于2n 并且是2n 其实是小于3的k次加1嘛 然后呢 我们做一个循环右移 从m加1到n加1 做一个 循环右移m 这个里面做这个 其实就是循环左移n-m 和循环右移m一回事嘛 对吧 然后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们对于前边的那个2的m次方个 东西 我们去 i从012到k-1 从3的i次方开始 做一个circle leader的那个算法 就刚才我们写的这个东西 这小块东西 这个小东西 看得不起眼啊 它就起上作用了 然后 我们每次 我们做完洗牌 对吧 它做了一个2m的东西 剩下的 从2m加1到2n 递归做上面的事情 就可以了 是吧 这是完美洗牌的一个整体思路 我把它呢 代码本身是这样做的 对吧 我们就这个 循环一位 我们上次就已经谈到过这个事情了 做一个翻转 我们要想做这个事情的话 做这个三次翻转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我对刚才的这套 这个东西做的一个中文翻译而已 没有任何的营养 只是大家 怕大家不清楚 我就多写了一部 就是别忘了这里面 我们其实对2m加1起模 然后呢 这个就是完美洗牌代码的 它的那个代码本身 这块是求我们的m本身 然后求完之后 循环右移 右移之后呢 每一个地方都去做那 3个例子算法 这样子 做完这个事情之后 事实上 我刚才说的不是地归吗 事实上咱们地归没那么麻烦 就是m乘以2这个事情 用a撬转到2m 然后n去减去m 剩下那些部分 这个 就是所谓的地归了 因为后面在做 就是接着做 从而是就可以了嘛 最后总之 我们拿到最后的时候 等1了 把1和2交换 就是搞定了 对吧 这就就是网民习的 上我们本身 好了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第一它比较难 第二呢 它的那个做法真的有趣味 第一呢 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很 很终极的一个 一个杀手锏 K个圈 怎么回事 第二呢 我们在时间中 我们需要会做一个循环 做一个循环 又移把这个事情搞定 这一块也是非常体现 你的这个思考量的 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此外呢 就是 把这个绽码实现出来 然后呢 我稍微的提一下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它为什么有一个 这个什么2 3 什么就是 怎么回事 这个事情 我提一个小东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学过离散数学里面的 那个 欧拉函数 就是那个东西 咱简单的用那个事情 来稍微解释解释 怎么做呢 就是说 这个2的0次密 2的1次密 这个东西 我 就是比方说 我去考察 比3小的那些数 就是 2的0次密 2的1次密 这些东西 对3取余 总可以吧 2的0次密 2的1次密 2的2次密 2的3次密 对它取余 我最后得到的数 都是1和2 是意思吧 比方说 2的0次密 2的1次密 2的2次密 2的3次密 都对3取余 它的去除重复元素 集合就是1和 不可能有再多了 这意思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数字 我们对9 取余 2的0次密 2的1次密 2的2次密 以及2的8次密 最后对9取余 是这么个数 124875 然后这里边 如果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发现 这个里面的 这个集合 它剩下的那些数 它的这个数目 正好和9 它的 跟它这个互数的 那个数的数目 是相等的 我这么解释 就是说 我们算完2的0次密 到2的8次密 这一共不是有8个数吗 这8个数分别对9取余 我总能得到 这8个值 去除重复数字 其实就这几个数字 这几个数字 大家会发现 正好和9都是互数的 并且小于9的数里面 没有其他的 跟9互数的了 你们说 1 2都跟9互数 3跟9不互数吧 4跟9互数 然后5在这里面 6跟9不互数 没在里面 7和8都跟9互数 对吧 所以说 这个集合 恰好是小于9的 跟它互数的 所有的数字 换句话讲 9的欧拉函数值 是6 它们俩是一样的 比如这个 2的0次密 2的1次密 它和3 进行那个取余之后 是1和2 小于3的 然后跟3互数的数 就是1和2本身 对吧 如果满足这种条件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2 叫做3的圆根 满足这个 把2叫做9的圆根 有这么个结论 然后如果满足 2是3的1次方的圆根 2是3的2次方的圆根 那么说2就一定是3的 n次方的圆根 如果有这种结论 就是说2是3的圆根 是9的圆根 那么说 这里面就会得到 我们这里面的 这个K个圈的 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 因为这里面 这不是2吗 这不是3吗 这个2是怎么回事 3怎么回事 因为2是3的圆根 2还是3的平方的圆根 所以就一定有这个结论出现 这个意思 因为这里是互数的 然后呢 这是一个事情 互数没问题 是吧 就是比方说4跟9 它们说公平数是1 所以叫互数 是吧 这个意思 然后呢 这里说一点事儿的 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它原文是在这儿 我把它 我特意把原文都 从头之后看了一遍 它这个里面 竟然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结论怎么出现的 我只是把它的 这些东西 把它翻译出来 解释给它这里面 跟大家听一下 这个事情 就是说它告诉我们 只要买到这个 就一定是的 我把这个东西叫做 这个primary root 我把这个词翻译到圆根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翻译 primary root 这个东西 但就叫什么好了 反正总之叫这个东西 是一个这个东西 是一个素数的一个根 这么个东西 就是只要买到这个 就一定是的 这个事儿有什么 就是我们把这个结论记住 有什么用 咱先说点事儿 就是思考思考 这个文明写法问题本身 我们先从第三个问题说起 这个完美洗牌 刚才我们说的是 A1 A2到AN B1 B2到BN 就是手拿两张牌 哇洗完 如果我特别牛 我手可以拿三张牌 三副牌洗完 就是A1到AN B1到BN C1到CN 然后把它洗牌出来 得到C1 B1 A1 C2 B2 A2 最后到CN BN AN 这种做法的话 因为这个两副牌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东西了 对吧 就是这个2是它的一个 最小生存元 跟它这个长度 就是这样 那么说 我们可不可以去验证 某些数字 它使得数字 这个3 就是3吗 3是它的一个圆根 就是所谓的 这个群的最小生存元 可不可以呢 这里面还真有这个结论 我们试一下 3是7的圆根 大家可以算一下 比如说 这个这里面 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算就行了 我们把这个 3的这个0次密 3的1次密 到3的6次密 都算下 对7分别求余 然后这是一个东西 我们再算3的0次密 1次密到3的48次密 都对这个49取余 然后我们能够发现 它们之间是都是互素的 也就是说 这个3是7的k次方的圆根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面做的这个 如果洗多副牌的时候 这里面仅仅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边做的 其实是 求一个数 它是3的k次方减1的形式 这里面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把它变成 7的k次方减1的形式 就做那事就是了 只不过仍然需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那个里面 只不过是三张 三个东西 分别做右移左移的情况发生 它的思维内容是一样的 只不过具体形式发生了变化 这是做一个小的 非常可能有点过激的一个想法 就是可能稍微难了 但是呢 咱们不妨这个 把它说另外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大家都会了解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说这个 逆完美洗牌呢 就是我们如果给定的是 A1 B1 A2 B2到AN BN 我们要输出的是A1 A2 A3 B1 B2 B3到BN 怎么做呢 事实上哈 逆完美洗牌 它跟完美洗牌本身 就差在那个圈的处理上 还记得吧 那个K个圈 我如果是按照1248756去做循环 这是完美洗牌 如果说变成把这个 把这个往右变成往左那个圈 那不就是逆完美洗牌吗 对吧 所以说就变成一个地方 就完全了逆完美洗牌 它们两个几乎 其他地方都不变 就咱学那个FFT伏列变换是吧 我们求它逆伏列变换 对吧 它就是用原来码 就能搞定这个事情 然后呢 第二个 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 事实上我这里 其实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 忽略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A1 A2 A1 B1 A2 B2 AN BN 然后这是 OK咱算这么说吧 就是我们看这个原始问题 大家会没有 有没有发现 我的这个题目 让你做的是什么呢 是A1 A2 A3 AN B1 B2 B3 BN 把它交换成为 A1 B1 A2 B2 AN BN 是这么个问题 对吧 事实上呢 我这里边 这个 呃 做的过程中 我完美洗牌的时候 是求的B1 A1 B2 A2 到BAN AN 我不是做了那个事情 你看 我后面这个事情里面 在完美洗牌里面 我把这个事情调换了一下 大家发现没有 对吧 所以说 完美洗牌 跟它差了一个小事 就是 我如果最简单的 把这两个东西做交换 对吧 此外呢 大家注意 这一句话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东西 我这就不说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原速度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不变 中间的地方 做完美洗牌就可以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写在纸上 马上得到这个第二行 这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 要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好的东西 你试下就好了 这是一个 一个东西 好了 那个今天呢 咱们把这个 讲的内容 可能稍微多了一些 然后这个 跟大家聊的事情呢 也拖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跟大家 战友了大家的时间 然后聊了一些事情 然后咱们有些 是的 如果真要是 这个东西当面试题 如果没有遇到过的话 估计要悬了 但是呢 如果说面试官 告诉你 K个环儿 那个结论 他如果告诉你 满足这个 一定是这样子的 那么说 你能不能做下去呢 对吧 这个题目本身 它的实践意义 就是说 不是说 打到哪儿去 但是呢 他只是在我们的 那个脑力上 会告诉你 如果你会做这个题目 OK 他会认为 你做其他题目的话 你的逻辑性 你的思维性 是够的 就这么个东西 是吧 好了 那这样呢 今天就不再多说 咱今天先到这儿 咱下次再进行 后面的算法内容 好好好 谢谢 谢谢